第1466章早有后手 看到叶凡意味深长的笑容 沈半成真想一张拍烂那张帅脸 他知道 虽然现场有不少安保力量 但只要叶凡想要 一定能掀起一波踩踏 成千上万人 一旦踩踏 只怕要死伤几百号人 今天来现场的客户 都是像国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如果死伤过度 第一桩势必成重视之地 至少大王子和九王子会急急发难 所以他目光完尾盯着叶凡 长江后浪推前浪 叶凡 我还真是小瞧你了 沈半成倾笑一声 看来四王妃他们输得不冤 你的确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 不是你小瞧我了 而是你老卖老了 叶凡无视他杀意伶俐的目光 又抽出一张名片放入他手里 你以为 像国是你地盘 你又是星星商人的领袖 就能踩死蚂蚁一样 踩死牵引和我 殊不知 有些蚂蚁也是会咬人的 还是往死里咬那种 你让牵引损失几百亿 我就砸你的半岛城邦计划 你扣押牵引一众神舟高层 我就让阮富城一伙 尸骨无存 这个半岛城邦 所谓的第一富人区 应该投资了上千亿吧 现在被我一刀捅在手里 是不是很愤怒 我告诉你 这只是礼尚往来 也只是我反击的开始 如果第一庄还要对牵引下手 那么第一庄也会承受我更大怒火 如果第一庄还要对牵引下手 那么第一庄也会承受我更大怒火 第一庄这么大的项目 你们贷款不少钱吧 如果再来一处践踏和股市狙击 你说 第一庄和万商联盟会处于怎样一个漩涡 对了 今天过后 我相信 所有国际买家 都会想方设法找你退房 你当然可以揪着合约不退 但那份压力一定会让你心力交瘁 所以不要再招惹我 我这人 天生软弱 推崇人性本善 但谁要往死里整我 我也会不管不顾死磕 说话之间 他还拿出一只劳力士 放在沈半城手里 正是阮富城天天佩戴的那一只 阮富城的死迟早会暴露 第一庄迟早会认定他是凶手 叶帆浅脆拿出来展示自己残酷 富城 这一个变故 对让沈半城眼神一寒 一股滔天杀意迸发出来 无论是眼睛 还是口鼻 甚至白发都散发着熊熊气势 他今天看到叶帆 设想过他会夺回牵影公司 可没想到 叶帆已经得手 还把阮富城弄死了 阮富城不仅是他吞并牵影公司的棋子 也是跟他沾亲戴故的侄子 这样死了 他怎能不怒 他喝出一声 叶帆欺人太甚 本来我是遵循在商言商的 但阮富城派豺狼绑架白如歌 我怎么可能给他活路 叶帆脸上依然风轻云淡 这也给沈先生提个醒 不要挽曲搓手段 否则我会十倍偿还 叶帆轻轻拍打沈半城的脸 听到没有 小子 你干什么 看到叶帆如此放肆 一众沈家子职以及同伴就冲过来 这样对沈会长无礼 是不是想死 马上跪下来给沈会长道歉 否则你今天就走不出这会场了 他们都是半岛城邦计划的受益者 现在被叶帆这样一个讲货 心里早就暴怒无比 如今找到向叶帆发难的借口 自然一个个摩拳擦掌 喊打喊杀 大家别冲动 一点小事 沈半城也是个厉害人物 被叶帆这样羞辱却没生气 反而伸手制止 一众子之发飙 他清楚在现场大打出手 吃亏的只是第一桩 毕竟叶帆是光脚的 他踏前一步盯着叶帆一笑 叶少送这么大的礼物 我不好好受住 岂不显得太不尽人情 行 不打不相识 我就跟官方求个情 让你们可以把七总他们 保释出来他侧头 对一个职业装秘书开口 米秘书 去 跟警方打个招呼 放了七总 米秘书马上点头 随后拿出手机打了 七总出去 哈哈 沈先生这么识趣 那今天一事就到此为止吧 叶帆大笑一声 随后伸出手 顺便预助半岛城邦 销售一空 沈半城心里一痛 声音一沉 送客 叶帆挥挥手 带着白如歌等人转身离去 米秘书打完电话 低声一句 沈会长 针放了七曼清他们 沈半城语气淡漠 当然 我虽然不是好人 但也一诺千金 说好了放人 自然要放人 说到这里 他话锋一转 不过放的是毫发无损的人 还是植物人 那就不清楚了 米秘书一脸崇拜 明白 两个小时后 相国第一女子御院 经济案拘押区 方峰回来的七曼清 被探员告知 依照规则洗澡后 准备签字出狱 七曼清 微微一正 很是照意 有人营救自己 毕竟自己前天 才被送入境来 不过他也没有多想 领取了自己衣服去洗澡 他已经熟悉这里的规矩 离开的人都要洗个澡 既是走向心生 也是留下囚服 七曼清刚刚脱掉衣服 露出白西曼庙的身躯 就见门口光线忽然一暗 随后 十几名女犯走入了境来 还反手把澡堂大门反锁了 他们手里都拿着魔尖的牙齿 叼着一根黄瓜 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 七曼清心里瞬间咯噔 感觉到一股危险 于是下意识转身走向门口 但通道很快就被堵住 而且原本站岗盯住 他的探员也消失不见 七曼清止不住喝出一声 你们要干什么 带头的蒜头比女人邪笑一样 别挣扎了 你今天要倒霉 此刻 十几名榜大妖元的女人围住了她 手里的牙齿闪烁嗜血光芒 七曼清喝出一句 你们在牢里伤人 要最佳一等的 说反了 废了你 我们明天就能出去 蒜头比女子双臂猛的一压 挑断她手脚筋脉 十几人一涌而上 七曼清惊慌失措退后 救命 话还没说完 一个耳光就抽在她脸上 把她打得惨叫倒地 接着 十几个人冲过去 对住她拳打脚踢 其中一人还揪起她的长发 对住她翘脸就是啪啪啪抽打 很快 七曼清的脸就被打出血了 叫啊 叫得再大声 也不会有人来的 蒜头比女冷笑住 拿过一支牙刷 对住七曼清的脚踝 就要扎过去 看到没有救兵 也没有人听得见 七曼清的惶恐和惊慌 瞬间如潮水退去 她的毛子跳跃一抹 射人光芒 砰砰砰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人踹开了 一道身影爆射过来 正是黑头头的手下 刘海女子 黑玫瑰 她二话不说就冲入人群 然后一脚把十几人扫飞 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出手者又抬起手 一掌一个 一掌一个 把他们天灵盖全部拍碎 蒜头比女子大惊小怪 下意识转身要跑 却被对方截断了去路 随后 一手落在她脑袋 咔嚓一声 脑袋渐血 第1467章500亿 很快就有 主人 你果然神机妙算 黑巷蒙第七层院子 黑头驼毕躬毕竟站住 妄想叶凡出声 黑玫瑰他们传来的消息 审办成真唆使犯人 对付七总和秦律师他们 不过全都被黑玫瑰他们化解了 审办成真唆使犯人 对付七总和秦律师他们 不过 全都被黑玫瑰他们化解了 平安总和秦律师等人 七无事 他们正在七无事 他们正在办理保释手续 估计一个小时后就能回来 他把收到的消息告知了叶凡 脸上还有住一股探服 叶凡还真是步步为营 打得连审办成都没脾气 被两桌好酒好菜 叶凡坐在十桌前面 一边喝茶 一边玩着围棋 他大学的时候接触过 但不精通 现在就拿来磨自己性子 他们保释出来后 就让他们来这里吃饭 我亲自给他们接封 同时 你给我动用所有 你能动用的关系 午夜时分 把七总和秦律师 给我送出去 不管 是合法还是非法 今天一定要送走他们 相国终究是审办成底盘 他们留下来很大风险 他也望向了 跟自己对异的白如歌 你不能赶我 白如歌看出叶凡想法 厌然一笑 我正把烂摊子 重新支撑起来 我一旦走了 那么多员工 也会一哄而散 到时 不仅咱们许下的承诺 被误人画饼 整个牵引的人心 也会散掉 而且 我有红袖姐姐保护 不会成为你的累赘 他捏着一枚白子落下 你就给我一个 并肩作战的机会吧 看到白如歌这样说 叶凡只好无奈一笑 好 接近傍晚 第一桩 扩大的宴会厅 灯火通明 沈半成 亲自送走十几名 关系密切的老朋友 随后就站在一幅 龙飞凤舞的 忍字前面 滞怒 叶凡在销售现场的一刀 严重打击了 购物者的信心 也让退房一事 不进而走 三百幅棺材组成的 照片墙和死字 半天不到 就席卷了各大国际头条 今天早上之前 半岛城邦 还是第一富人区 现在 他成了鬼城称号 上午 除了几个 沈半成旗下的 仲介公司作托 勉强成交了 一百间房子外 其余 七千九百套 无人问津 所有客户都知道 这种情况发生 房价必然下跌 三百套棺材不走 估计一辈子 都不会有人买 没人跟钱过不去 因此选择持币观望 八千套房子销售不出去 沈半成的资金压力暴增 先是银行小心翼翼 询问月底的贷款 能否依照计划归还一部分 接着万商联盟成员 焦虑不安 让他借点钱 毕竟很多成员 都卡住今天的现金周转 福邦家族也动用关系 把境外客户 购买半岛城邦房子 汇入第一桩国际账户的 四百亿全部冻结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让沈半成烦躁的 是几百名能耐不小的 国际客户 纷纷要求他把房款退了 当然 他也可以依照合约 拒绝退房 但这样一来 他们以后也会拒绝 跟第一桩合作 沈半成努力周旋一番 还答应尽量退房 才把人心安抚下去 只是他心里也清楚 不赶紧弄点钱 只怕月底会被人撕了 王八蛋 想到叶凡桶的娄子 沈半成目光 就多了一份杀意 还真是害人不浅啊 沈会长 牢里传来消息 他们失手了 就在这时 门口响起了一阵脚步声 接着米秘书 神色匆匆走入进来 叶凡早有准备 预料到我们会对 秦世杰他们下手 所以安排了人暗中保护 他很是不甘 他们现在已经保释出去 还直接去了黑巷盟 这小子有点意思啊 沈半成脸上没有怒意 相反多了一抹欣赏 不仅预判了 我会对秦世杰他们下手 还早早就拿下了 黑头驼那条老狗 有了黑巷盟 做落脚之地 怪不得 阮复成死无踪迹 也怪不得他能潜入半岛城邦 布置棺材 他赞许一生 手段确实过人啊 米秘书低声一句 沈会长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要不要叫大少爷回来 不用了 他正陪十四王子和四王妃 安稳心神的沈 半成轻轻摇头 叶凡这件事 我会处理 你先出去吧 米秘书没有再多言 点点头就转身离开 几乎在他身影 从视野中消失 沈半成就背负双手 穿过走廊 神情平静来到后院 他对住空荡荡的院子 淡淡出声 叶凡如你所料来了 但还带来了一对麻烦 他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不仅黑象蒙废了 连第一桩都面临巨大压力 半岛城邦的千亿投入 爱丽莎邮轮的一百亿支付 境外股市互盘基金三百亿 第一桩和万商联盟手里 没几个现金了 月底之前 如果没有五百亿资金周转 半岛城邦就彻底毁了 我也会被国际客户 和银行撕成碎片 我虽然是向国首富 但还不是向王 我一句话 废除不了债务 也压不住国际大厄 他与其淡漠 苦心经营多年的生意 很可能因为夜凡而依 亏千里 国际客户不是全款 买了四千套房子吗 一个沙哑的声音淡淡响起 这四百亿不够周转 四百亿都是美元结算 都躺在第一桩的国际账户 还没进入向国银行呢 沈半城平静回应 半岛城邦一出事 福邦家族马上冻结了这笔资金 你是 华尔街天才 还在那个圈子打滚多年 心里应该清除那些大乐的品性 那是每一个毛孔 都透露着血腥的主 你发达了 他们对你笑脸相迎 搂着你称兄道弟 给钱给人分一杯羹 你要崩盘了 他们则比任何人趁火打劫要快 唯有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 当然 这也是福邦家族对我的施压 如果月底之前能杀掉叶凡 他就把四百亿资金解冻 否则就连本代息提前收回资金 他补充一句 所以你不要想着福邦家族帮忙了 没有国际客户这笔资金 你手里也有牵引公司啊 沙哑的声音又漫不经心响起 蚕食一个多月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亿 牵引公司虽然是一块肥肉 但考虑到国际影响 我一直是温水煮青蛙身 半城绕着院子慢慢走起来 现在这青蛙还没煮熟 我吃哪门子肉 反而因为叶凡的出现 我搭进一个侄子 所以你要想办法给我周转五百亿 不然我他抬了 你不仅少了一个盟友 还失去一个相国首付的力量 他来到院子东边角落的一个杂物房 一窗一一枪一地图 地图前面 站着一个中年男子 老九 你的格局还是太小了 幽暗中 背对的中年男子 语气带着一股恨铁不成钢 这也是你在复仇者联盟中 只能排方快九的要印 区区一个相国首付 算得了什么 我们的追求 你是下任相王的太上王 他提醒着沈半城 太上王太遥远了 沈半城微微眯眼 随后一笑 当务之急 是五百亿大官 放心 中年男子缓缓转身 直视压力重重的沈半城 他的账上 应该很快就有五百亿了 雄天俊 第1468章 不好讨的债 在沈半城为资金头疼的当天晚上 叶凡让黑头驼送走了七曼清他们 隔天早上 当秦士杰回到龙都 打电话报平安时 叶凡要他联络或紫燕他们凑五百亿给唐若雪 虽然他还活着可以撤销赠予 甚至上法庭折腾三五年也无所谓 但叶凡不希望曾经爱过的人闹得太难看 五百亿 彼此安好 处理完五百亿后 叶凡就抽空亲自指点黑头驼练功 让他一日千里进展 早点成为高手协助自己 三天后 叶凡又让苗风狼和白如歌送自己去半岛城邦逛逛 三百间房子不止焊死了门窗 还布置了不少毒素 沈半城想要清理骨灰除了爆破没其余办法 而爆破三百间房子 不仅成本庞大 面临给叶凡巨额赔偿 还会彻底毁掉了这个计划 遭受几百次爆破的建筑物 没几个人赶住 所以沈半城在中毒几十号人后 就搁浅清理房子的想法 他准备另一个想法破局 叶凡重新出现的时候 半岛城邦再无昨天的火爆 除了几间仲介公司吆喝 几乎不见顾客来购物 偶尔出现的路人也都是来拍照打卡 晚上满墙的英容笑貌 白天满眼的宏观白铃 这沈半城倒大霉了 叶凡很是满意现在的门可罗雀 沈半城让牵引公司损失几百亿 还吃缓了牵引冲向国际的步伐 叶凡当然要以牙还牙 沈半城这半年来很风光 白如歌浅浅一笑 不止左右逢源还扩张迅速 但步子大了 资金需求也就大了 没有八千套房子的资金回首 再加上国际客户的施压 估计沈半城的资金快要枯竭 特别是半岛城邦的鬼城称号一出 第一桩和万商联盟的股市啪啪啪下跌 沈半城火急火燎调动资金阻止 可惜那点钱扛不了几天 他还召集各大银行借贷 但银行只能给三五一意思 至于万商联盟 困境重重 自身难保 更是不肯轻易输血 霍紫燕已趁机带着人 一批批吃入第一桩的股票 只要获释资金拿够了筹码 月底再来一波股市狙击 沈半城估计就要凸显 可惜我们手头现金要抽走五百亿 不然可以把万商联盟也一起收拾了 他把这几天的情报一一告诉叶凡 宇人今天一袭波西米亚风 少了一点精明前练 却多了点抑郁风情 很是赏心悦目 只是叶凡目光稍微欣赏就收回来了 他望着半岛城邦一笑 沈半城这种人 商业规则对他来说就是厕所里面的纸 有力就用 用完就丢 而且他没什么底线 正规手段玩不过的时候 很可能就处取错行径 说不定他已经在筹划怎么要我脑袋了 只是我太难杀死 他一时无法下手 正如四王妃当初说的 第一桩的起家 每一个铜板都带着最原始的血腥 我们看似一片形势大好 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特别是神小雕现在还没挖出来 你们出入都要小心 置于资金 实在不够的 话 打电话给钱圣火 借银行的钱用十天半月 叶凡还想起一事 另外 看看能否把牵引公司的债收一收 不能白白便宜了那些老赖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处处要用钱 叶凡现在是能凑一点凑一点 我已经成立了一个轻债小组 就是专门针对那些看到牵引出事 趁机耍赖的人和公司 白如歌早已想到这一步 笑着向叶凡汇报一声 我已经从三十六名高阶主管身上 追回多发的奖金 暗中的回扣和变卖的东西 一共三个多亿不多 但犒劳留下来的员工很有效果 另外 我也起诉了四十多家欠债的企业 一共二十五亿 白如歌揉揉脑袋 只是他们没有太多波澜 只说要钱没有 要命有一条 二十五亿 叶凡指不住大吃一惊 千银怎么放那么多债出去 四十一家欠债的 白如歌苦笑一声 四十家总共欠债五个亿 一家欠债二十亿 这二十亿是一个占地极广的 千银影视基地转让 审办成对千银打压后 七总知道大事不好 就最快速度把一个价值 三十多亿的影视基地六折转让 这个影视基地位于黑白林附近 是西部开发区重点扶持项目 又能拍摄影视 又能让人参观体验 每天游客门票钱就上百万 潜力非常大 对方也是看重这一点 所以无视审办成的这个隐患 用二十一亿拿下基地 只是他给了一个议定金后 七总就被抓了 尾款 二十亿也就没有再提了 而他们的人手也接管了千银影视基地 驱赶了十几名神州高管 最牛叉的是 在尾款没有付完之前 对方透过官方手段 强制变更了产权性质 他露出无奈的笑容 我们现在向对方要尾款 人家理都不理 够霸道啊 叶凡文言绽放一个玩味笑容 不过更好奇的是 阮富城这些贪婪成性的家伙 会眼睁睁看着别的势力 蚕食影视基地 而且对方这么有胆量 强审半成的肥肉 来历是不是很吓人 他补充一句 这欠债的究竟什么来路 阮富城看住对方蚕食 一是七总当时出售够快 没等审半成全面打压就卖了 白如歌迅速接过话题 二是 阮富城他们想先消化牵引公司 然后再讨债 三嘛 这欠债的来历确实不简单 他笑了 宝莱乌 大王子旗下的公司 宝莱乌 大王子 叶凡微微眯眼 怪不得敢跟审半成对筑前 原来是王室贵族支持的大王子 大王子向 郑国也是一个狠人 只是忌惮王室 得颜面和声誉 做事没有审半成那样肆无忌惮 白如歌一笑 但他本性一样吃人不吐骨头 比起审半成的名强 他更多是杀人无形正常 向王十几个子女 只有三个有希望上位 其中 就有大王子 叶凡淡淡一笑 向郑国如果没两下子 手段不够狠辣 怎么获得王室贵族的拥护 没错 白如歌轻笑一下 一撩头发 所以 你知道 这二十一多不好讨了 有大王子坐靠山 宝莱乌哪会把风雨飘摇的 牵引公司放眼里 天子欠钱 一样要还 叶凡抬头望向了半岛城邦 给我一份大王子行程 我亲自去找他要二十亿 他若不给 我就炸了宝莱乌 第1469章 我们赢了 白如歌没有让叶凡马上介入 他担心叶凡杀红了眼 把二十亿的债务变成生死相向 现在的叶凡已经有审办成这个劲敌 在跟大王子死磕 只怕会吃亏 所以他希望叶凡能先礼后兵 叶凡知道他担心什么 就任由他去好好安排 他则联络众人凑点股市狙击的钱 第二天早上 从黑象猛使出的劳斯莱斯上 叶凡落下车窗 他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对白如歌出声 这么快就联络上大王子了 白如歌已经告诉他 今天出去处理二十亿的债务 大王子身举简出 别说见面了 就是行程都保密得很 白如歌一笑 不然敌对者躲在他必经之路 来一枪抱头 他岂不是死得很冤枉 叶凡笑了笑 那今天去见谁 保莱坞董事长 阮静院 白如歌舞妹一笑 向叶凡介绍着阮静院的底细 名模出身 随后涉及影视歌三玉 五年前号称相国第一女星 也是相国十大家人之一 后来被大王子看中 就做了他的情人 不再抛头露面 转而空降保莱坞影视公司 成为董事长 大王子一共七十二妃 他算比较红 关系也密切 牵引影视基地的交易 也是他亲自签订的合约 他补充一句 我约了他 在斗狗场一见 希望能打个八折 和平解决此事 七十二妃 叶凡对这个 生出一丝兴趣 看来这大王子 是个勇猛之人啊 不然怎么扛得住七十二妃 向镇国身材魁梧 恐无有力 以前还有狂怒症 站出来就跟大象一样设人 白如歌做足了功课 他担得上勇猛两字 他喜欢美女 只要他看上的 就会追求或者霸占 多年下来 跟他有关系的女人 就有七十多个 这么多女人 不方便留在王宫 也不方便整天 带着招摇过世 他就建了一个 六栋建筑组成的小区 小区 名叫金屋 除了卖给有钱人之外 还有就是收藏他七十二妃 不过他什么时候去金屋 然后宠幸哪个女人 就不知道了 他还对叶凡一笑 是不是很羡慕 沐向镇国这种声色全满啊 向镇国九成九式研究生 叶凡感慨一声 不然时间管理 人员管理 怎么这样行云流水 白如歌美好气白了叶凡一眼 是不是要找大王子取经啊 没有 没有 只是觉得向镇国对女人有一套 叶凡脑海响起唐若雪 叹息一声 哪像我 一个都搞得鸡飞狗跳 七十二个 估计我半个小时就疯了 五百亿已经到了唐若雪的账上 彼此的距离也变得疏远了 白如歌浅浅一笑 话锋一转 像镇国女人虽多 但有能耐的却没几个 阮经院见过大事面 还在娱乐圈打滚过 懂得察言观色 能力也不错 所以受大王子宠爱 我寻思从他身上打开缺口 吹吹枕边风 打个八折和平解决此事 他脸上 有着认真 如非逼不得已 我是不想你跟向镇国冲突 好 先礼后兵 叶凡咬了一口油条 不过 他怎么会约你在斗狗场见面呢 传闻阮经院觉得自己生活太安逸了 整天只醉金迷 灯红酒绿 白如歌做好了功课 他担心自己忘记了现实的残酷 所以就弄了一个私人圈子的斗狗场 赚一点外快 积攒点人脉 顺便保持神经敏锐 他基本上每个星期会过来一次 看一场血腥的全职厮杀 然后就跑回宝莱屋继续工作 他约我们去 斗狗场见面 估计是不想另外抽空见我们 白如歌红唇清奇 当然 他也有下马威之意 叶凡大笑一声 这女人有点意思 只可惜 不该欠我们二十亿不还 想到即将面对的女人 叶凡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随后拉过苗蜂狼吩咐了几句 苗蜂狼黑黑一笑 露出了人畜无害的笑容 五十分钟后 巷国郊外 车子很快就来到东升斗狗场 东升斗狗场 听起来很高大上 其实就是一个废弃多年的农场 如不是白如歌确认就在这里 叶凡都要怀疑是不是走错了 这个地方 破破烂烂 大门斑驳得快倒塌 完全没有罗马斗牛场的古老和奢华 只是扫过路灯和少恰的时候 他又判定这里确实内有乾坤 路灯错落有致 刚好能照耀一条通往里面的小路 五个毫不起眼的制高点 明显有人在暗中悄悄监控 叶凡不仅嗅到犬肢的气息 还闻到不少火药味道 看来这里还真是藏龙卧虎 我是牵引的白如歌 跟阮董事长约好了的 白如歌亮出身份 门口一个守卫就拿起对讲机 确认一番后 就出来一人引领白如歌他们进去 地板很难走 两边杂草丛生 还不时响起起起立狗叫 只是白如歌没有丝毫惧怕 叶凡在身边 就是龙坛虎穴也不畏惧 一行人很快就穿过两条小径 最后来到一个半开放式的斗狗场 夫人在那边 斗狗场四周有一百个位置 中间凹下六米 相比外墙要新很多 荧幕 摄影机也应俱全 斗狗的活动面积大概五百平方 此刻正有一只白色比特犬 和一只黑色藏骚死磕 撕咬得很是凶狠 嗷嗷直叫 地面 更是流淌着不少烟红的狗血 看台的正中位置 六名持枪保镖簇拥中 坐着十多名华裔男女 她们一边喝酒 一边看住斗狗 时不时还喊出一个好 其中一个紫衣女子最为耀眼 因为她身上的那份盛气凌人 实在太强了 一身定制向国王妃服饰 一手调染的红通通指甲 再加上上画长的眉毛 即使相隔十几米 叶凡也能感受到她的目空一切 多年的重心捧月 以及位高权重 让女人早把众生当蝼蚁了 比起四王妃 虚张声势的自我壮胆 此一女人更加要高高在上 毫无疑问 她就是软禁院了 在她的身边 还有一个阴沟鼻青年 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长相温润 五官俊秀 身躯也算修长 此刻正跪在软禁院身边 她双手不紧不慢地 捶着厚着大腿 神情要多温柔就有多温柔 要多讨好就有多讨好 只是眼中偶尔掠过的寒光 让人能够知道 这也怕是个狠角色 白如歌扬起笑容 向软禁院走了过去 软董市长早安 见到白如歌和叶凡他们出现 软禁院连眼皮子都没有抬 她只是用染了红指甲油的手指一点 白小姐 斗狗刚开始 你来选一只 你赢了 咱们就谈一谈尾款 你说了 二十亿的债就算轻了 她淡淡一笑 来 选一个吧 这 白如歌看住厮杀在一起的 白色比特犬和黑色脏骜迟疑了 除了她对斗狗一无所知之外 还有就是觉得这场谈判太不公平了 自己赢了 才能谈尾款 输了 就直接失去二十亿债务 这一局 藏熬胜 就在这时 一个不知可否的声音冷冷响起 下一秒 叶凡上前一步夺过一枪 喷一声打死了比特犬 夫人 比特死 藏熬活 我们赢了 第1470章 庙堂不见 江湖见 全场鸦雀无声 一个个震惊看住叶凡 似乎没有想到 他这样肆无忌惮 白如歌也是一正 有点意外 叶凡这样简单粗暴 不过事情已经发生 他就不多说什么 只是冷眼看着现场 王八蛋 知道自己在干嘛吗 众人反应过来后 哗啦一声起身 几名保镖 还把叶凡围住了 外面也冲来 二十多名护卫 杀气腾腾 堵住叶凡一伙人去路 他们手里 还都牵着一条恶狗 汪汪汪 恶狗没有带嘴套 对住叶凡和白如歌 吼叫不已 一副随时要撕碎 他们的态势 不远处 关在笼子的痘狗 也嗷嗷直叫 声势很是浩大 畜生的气息和凶狠 让白如歌微微一退 不过很快又上前 跟叶凡站在一起 落后半拍的苗风狼 则嘿嘿一笑 人畜无害 随后他双手搓了搓 一只九尾风飞了出去 无声无息 看住被包围的两人 阮尸护卫 全都流露出细血 觉得叶凡真是不知死活 在别人地盘 自以为是 简直就是自取灭亡 阴沟比青年 更是向叶凡逼了过来 你打死了小白 待会就把你丢下去斗狗 夫人 我们选择藏 凹营 叶凡无事于阴沟比青年 现在比特全死了 赞熬活着 我们可以谈一谈 二十亿的债务了 说话之间 他还把枪械折弯丢了出去 当的一声 弯曲的枪械掉落在地 那份脆响 好像地面都晃了一下 阴沟比等人的心 更是为之一颤 下意识停滞 逼向叶凡的脚步 每个人嘴角都止不住牵动 说不出的口前舌躁 你嘛 这还是人嘛 他们就没看过这种 能把抢弯的主 估计只有向镇国 能够做到了 几十条恶狗 看到主人耸了 声势也随之弱了不少 年轻人 有点戾气 怪不得这么嚣张 一只高冷的阮静院 也动了笼 聊了叶凡一眼后 笑道 只是这一局 两狗不是厮杀分出胜负 而是你一枪毙掉 不觉得有失公平吗 他端起一杯酒 前前泯入一口 比特死 藏熬胜 你能服中 公平 夫人在乎过公平 叶凡被俘双手 缓缓靠近 目光淡漠 看住软静院开口 我们赢了 你给一个谈判尾款的机会 我们输了 二十亿债务抹掉 这选择有哪一点公平 真要公平 那就是我们输了二十亿 一笔抹掉 我们赢了 你连本代理还四十亿 因为二十亿本来就是你要还的 这才叫他妈的公平 你给一个不公平的选择 我当然给你一个不公平的结果 你没有什么不心服口服的 他气场强大 逼退了阴沟鼻青年他们 站在了散发兰花香气的女人面前 居高临下 有点意思 听到叶凡这一番话 阮静院没有大怒 相反多了一亩兴趣 他挥手制止一众手下冲动 随后看住叶凡淡淡出声 想必你就是把半岛城帮变鬼楼 让审办成气急败坏的叶凡 他补充一句 也就是牵引集团背后的大老板 没错 我就是那个叶凡 叶凡笑容玩味 夫人对我了解不少 还知道我厉害 那二十亿是不是应该痛快一点 不然我心里不爽了 不小心把宝莱坞弄成鬼屋 夫人可就要亏大法了 他提醒这阮静院 王八蛋 你敢威胁夫人 阴沟鼻青年怒不可斥 这里是相国 叶凡看住阮静院一笑打断 夫人 你家叫不好啊 主人说话 走狗却叽叽歪歪 你说什么 阴沟鼻眼神忽然一冷 瞬间从身上蹦射暴力 我耳朵不好 你有本事再说一遍 他宁笑着缓缓卷起袖子 随时 准备给叶凡教训 叶凡冷冷出声 看来你耳朵真是龙 我说那么大声都没听见 啪 阴沟鼻忽然踹出一脚 想要直接把叶凡踹飞出去 啪 没等阮静院出声 叶凡反手一巴掌 直接把阴沟鼻青年打飞出去 耳朵龙就好好呆住 你一只狗跳什么跳 叶凡毫不客气 你能代表夫人还是代表大王子 你 阴沟鼻青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脸颊红肿的跟猪头一样 他愤怒爬起来 想要对叶凡冲锋 却被阮静院轻轻挥手制止 阮静院保持着平和 语气却带着一丝凌厉 虽然他只是我一条狗 可神舟不是有古话 打狗看主人吗 在我地盘 当住我的面 这样打我的狗 不好吧 他又泯入一口红酒 这显得你们来谈判很没诚意啊 我打过神小雕 打过像沙虎 打过四王妃 你说 哪个主人的面子可以给我看 叶凡挺起胸膛 看住众人一字一句开口 我没有要他的命 已经是给阮董事长面子 换成其余人 我已经一脚踩死他 不过这也是最后一巴掌 再敢锅躁 我马上弄死他 他盯向了阴沟鼻青年 原本群情汹涌的阴沟鼻青年 他们眼皮一跳 这时才想起叶凡 连像沙虎这样的滚刀肉 都敢收拾 这里是相国 阮静院毛子却忽低一冷 轮不到你撒野 话音落下 几十号人刀枪凌厉踏前一步 杀气腾腾 对准了叶凡和白如歌要害 只要阮静院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射击 把该死的叶凡打成筛子 恶狗再度呲牙咧嘴 露出红红的舌头 很是凶狠 如果枪能要我的命 夫人根本就没机会见到我了 沈半城早就突突了我 叶凡无视这些武器 我现在好端端活着 沈半城不敢乱来 那就证明你们 这些东西没用 叶凡 我知道你厉害 也见识过你能耐 可你要知道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阮静院发出一个警告 特别是相国 藏龙卧虎 你这么猖獗 小心被水淹死 我当然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叶凡很是直接 可这个人 这个天 不是你 我就一句话 这钱还不还 二十亿不是我说了算 你有本事 找大王子要去 不过他预料到 你会来找我 他让我转告你 阮静院突然放下了酒杯 看住叶凡 意味深长一笑 这钱 不还了 就当你孝敬他了 他轻声一句 你生气又能怎么滴 孝敬他 叶凡站起来 逼是阮静院 他死了 这笔钱 可以当作烧给他 但活着 就必须还 转告 大王子一句 明天日落前 还二十亿 超过一天加五亿 超过三天不还 庙堂不见 江湖见 说完之后 他就对住半空 打了一个响指 啪 随着这一个动作 斗狗场一边顿起 几十条恶狗 突然身子一抖 惨叫一声倒地 全部口鼻乌黑 蹊跷流血 唯有脏熬 生龙活虎 走 叶凡拉着白如歌 转身离去 第1471章 英雄不就美 叶少 我们这样打他的脸 像镇国 会不会生气 返回黑象盟的 劳斯来斯上 白如歌扭头望 瞭望斗狗场 心有余悸 问出一句 生气 有什么好生气的 叶凡不知可否一笑 是他们欠我20亿 不是我欠他20亿 再说了 苗峰狼毒杀的几十条恶狗 已经展示了我们杀人无心手段 阮金月是聪明人的话 就会劝告大王子把钱还给我们 而不是继续想着侵吞 不然 他会后悔自己所做的 是敌室友 叶凡把主动权交给向镇国 今天我们确实冲击他不少 白如歌无奈一笑 就怕话敢话 怨气敢怨气 让阮金月破罐子破摔 保莱坞董事长也是要点面子的 放心吧 向镇国能成为三大候选之一 绝不是好色和勇猛得来的叶凡语气 带着一股坚定 他绝对是 个聪明人 当然 我们今天的手段还差了一点 未必会让他这么快屈服 他脑海闪着一个念头 我们必须加一把火 白如歌微微一正 还要做事 叶凡一笑 趁热打铁 砰 就在这时 前方突然冲来一个人影 又快又急 独顾伤下意识踩下刹车 在苗峰狼捏出一条小蛇高度戒备时 只见来者跌跌撞撞撞 在劳斯莱斯保险盖上 叶凡一正 这里也有碰瓷 他正要让车子后退时 却见倒下的口罩女子又爬了起来 一只血淋淋的手拍在车盖 似乎想要稳住身体 但那只手又很快滑了下去 留下一道触目惊心的血迹 随后又是一记扑通倒地声 清冷的风中 还伴随着一记疼痛的闷横 吹来气息 更是有着一抹血腥 这女人怎么有点熟悉 叶凡微微皱眉 你们不要下来 我和风狼去看看 他让白如歌和独孤伤 留在车上 自己霍苗风狼下去看一看 白如歌带着一抹担心 你小心一点 叶凡点点头 随后就推开车门下车 他先是环视四周一眼 没有见到什么追杀人员 接着他又慢慢往前面走了几步 想要看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受伤 叶凡刚绕到车子前方 叶凡就见到一个女子趴在地上 他右手抓住了保险杠 却没有力气站起 他喝出一句 抬起头 不然我就让车子撵过去 我买了全保险 不怕死人的听到叶凡的声音 口罩女子身躯一颤 欣喜如狂地抬头 他尽力挤出几个字眼 叶凡 叶凡 是我 嗯 你认识我 叶凡一听声音打了个机灵 伸手一把扯下女人的口罩 他大吃一惊 徐千千 怎么又是你 你又被追杀 叶凡认出这个受伤女人 就是前不久在港城分开的徐千千 他打了一个机灵 环视四周一眼 随后就把徐千千拖到路边 他挥手招呼苗风狼 快走 快走 再不走 我们就要成国际大盗同伙了 虽然徐千千替叶凡做过事情 但这女人干的都是国际勾当 不是传承百年的世界名画 就是叫王头顶的钻石 叶凡哪里招惹得起啊 上次拿下的郁金香一伙人 现在还成烫手山芋 关在爱丽莎号 王八蛋 徐千千原本觉得叶凡避回英雄救美 这表示他捡回一条性命 但没想到 叶凡转身就把他丢下离去 他就没看过这样见色不起心的男人 怎么说他也是一等一的美女啊 他觉得自己快要气疯了 叶凡 快救我 我被人打伤了 好不容易砸出看家本领 跑到这里 你再不救 我离开 对方很快就会追上我 那个人很厉害的 我打不过他 徐千千利诱一声 快救我 救我了 我会好好报答你的 身法一流 疑形幻影 惊蝉脱鞘 可谓举世无双 叶凡停止拉动门的手 转身望着徐千千一笑 这样的看家本领都不能让你逃脱 可见这个追兵非常厉害 我更没理由傻乎乎招惹了 再说了 谁知道你 这次偷了什么 万一你偷了向王宝物 我如果帮你 岂不是给自己找死 他挥挥手 你还是自生自灭吧 徐千千喊叫一声 王八蛋 我没有偷向王的东西 我是跑去审办城那里 噗 还没等徐千千说完什么 只见不远处天台 突然探出一道人影 一枪向徐千千射击了过来 对方不是早就埋伏在天台 而是一直沿着边缘行走 所以这一枪开得又快又急 只是虽然仓促 但子弹却无比精准 直冲徐千千的脑门而去 徐千千身子一抖 眼神绝望 他还有点力气 但知道根本挡不住 噗 就在这时 只见一扇车门闪至 恰好横在徐千千面前 一声巨响 子弹打中车门落地 弹头在徐千千脚边转悠 让女人额头渗出一丝汗水 叶凡踏前一步 捡起车门 站在徐千千面前 如临大敌 叶凡选择出手 除了不想徐千千死在自己面前 还有就是认出开枪的人是谁 他看不清对方面目 但那份身形和气势 却让他能够判断 这是雄天俊 叶凡紧握车门 对住天台面杖男子喊道 老朋友又见面了 面罩男子没有出声 只是抬起长枪 对住叶凡扑扑扑射击 羞羞羞 子弹密如连珠射向叶凡和徐千千 叶凡稳住脚步 挥舞车门不断横挡 双方动作都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挤 羞羞羞 天空响起了一记记尖锐的呼啸 在连城一响的射击之下 是七颗一闪而过的弹头 熊天俊连续不断地开出七枪 当当 叶凡集中精神 身体一弹 右手连连挥动 车门宛如一道皮链 把子弹全部挡击出去 但他的虎口 也生出一阵疼痛 太快了 太猛了 这家伙不愧是 让宋红颜陷入困境的人 叶凡对熊天俊实力感慨一声 同时对熊天俊追杀 徐千千更加好奇 徐千千不是跑去 沈半城家里偷东西吗 怎么不是沈家人尾随 而是熊天俊一路追杀 秀 这个空荡又有一枪爆射了过来 对方拿捏时间实在太到位了 一点都不惊讶 七颗子弹给叶凡挡掉 相反趁着叶凡唤起空荡 射出雷霆万军的第八枪 只听当的一声 车门碎裂 而弹头不减 斜着弹向徐千千的脑袋 叶凡没有丝毫犹豫 右手猛低一挥 鱼长剑飞射出去 气势如虹撞击在弹头 当 又是一声脆响 弹头和鱼长剑散开 一抹胶着气息腾生 可见双方的霸道力量 鱼音散去 天空又恢复了平静 叶凡抬头望去 正见面罩男子退向了暗影之中 他很可惜没杀了徐千千 但也很果断撤离 他看似动作很慢 但宫颈就退出二十多米 不给叶凡他们追击的机会 而且后退中 独有障碍物遮挡失线 这能避免叶凡背后开枪 叶凡看到危险解除 扫过满地弹头 就望向徐千千问道 你究竟在沈半城家里 钱了什么 熊天俊这样追杀 还不管不顾开这么多枪 显然很想要徐千千死 我就去顺点东西 徐千千咳一声 刚好听到他们在唠嗑 什么复仇者联盟 第1472章还我人情 两个小时后 黑象蒙总部 第七层院子 经过叶凡的生死时治疗 徐千千很快就缓了过来 再喝入一大碗中药 马上生龙活虎 叶凡这么快让他恢复 就是不想这个烫手山芋 留在身边 天知道他这些日子 偷了多少价值连城的东西 不过让他滚蛋之前 叶凡还是好奇问道 你跑去沈半城家里偷什么 事情是这样的 徐千千换了一身 白如鸽的干净衣服 坐在叶凡面前 滴溜溜转小眼睛 我经过相国 听到你跟沈半城打擂台 还弄了鬼城 让他损失惨重 我徐四 咱们也是老朋友了 你的敌人也就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准备让沈半城雪上加霜 我想要把第一桩的牌匾偷走 就是向王亲自提字的那一块 沈半城门口挂的第一桩是高仿的 因为他也担心被人砸了或偷走 真正的牌匾藏在第一桩宝库 没了这个牌匾 第一桩就逊色了 也会成为他人笑话 他摆出同仇敌开的态势 小凡凡 你看看 我真是为你出手 你就我理所应当的 你偷牌匾就偷牌匾 跟我有半毛钱关系 叶凡嘴角勾起一抹戏谑 为了我 你觉得我会相信 徐千千这种人无力不起早的主 怎会为了他而去危险的第一桩偷窃 老实说 我连你偷窃牌匾都不相信 只是你要偷什么 我没多少兴趣 叶凡追问一声 我现在好奇的是 你偷个东西 怎会让他们一路追杀呢 看你样子 两手空空 应该没偷窃成功 他还寻思沈半成 怎么跟熊天俊搅和在一起 我在现场不是说了吗 看到沈半成 跟面罩男子在唠嗑 还说什么复仇者联盟 徐千千悠悠一叹 我够意 两个气度不凡的大男人 怎么说起电影来了 于是我就好奇走过去听一听 谁知好奇害死猫 刚听两句什么运作五百亿 就被面罩男子发现了 他直接撞破窗户 把我撞飞出十几米 我当场就受了不小的伤 我一看就知道这是高手 自己扛不住 而且守卫全部包围了过来 就撒腿就跑 我把身上 的法宝全部丢了出去 什么迷魂烟啊 辣椒物啊 催泪弹啊 有多少丢多少 然后是如此 我也只是勉强逃出第一桩 却被面罩男子咬住了 我在地面跑 他在后面追 还时不时放冷枪 虽然被我避开了要害 但也擦伤了不少 徐千千心有余悸 还有两枪打在后背 幸亏有护甲 不然挂了 叶凡冷笑一声 你如果庆幸他没有带特殊弹药 不然今天神仙都难救你 熊天俊的枪法已经师姐一流 再配备他的特殊弹药 就连叶凡都要忌惮三分 应该说幸亏遇见你 不然就脑袋开花了 徐千千可怜兮兮 却又奉承着叶凡 也庆幸咱们是朋友 不然又欠你一个大人情了 叶凡没有理他 那个追杀你的面罩男子 就是跟沈半成交谈的人 没错 徐千千点点头 他住第一桩后院 也就是杂物房 但跟沈半成看起来交情非常好 叶凡又问出一句 他们谈论的东西 你究竟听到了多少 他很是赵毅熊天俊 跟沈半成这么要好 而且还想到了 沈小雕何将探花的狼狈为奸 虽然两个都是自己的敌人 联手也很正常 但叶凡总觉得 他们双方很久之前就有一腿 他寻思能不能找到蛛丝马迹 刚才不是说了吗 徐千千白了叶凡一眼 就听到什么复仇者联盟 什么五百亿道账 然后就被对方发现了 我不懂他们说的东西 但古古怪怪的样子 以及杀我灭口态势来看 估计是很有价值的机密 复仇者联盟 五百亿 他掰住手指头 什么咚咚来的呢 可惜我对现今没兴趣 不然顺走他几亿 看到徐千千一头雾水的样子 叶凡确定他没有装锋卖傻 他淡淡出声 好了 我要问的已经问完了 那我走了 徐千千马上跳了起来 眸子如水笑道 我是个烫手山芋 留下来容易给你招惹麻烦 你确实是烫手山芋 但这样轻飘飘离开 可就对不起我的救命之恩了 叶凡伸手按住了女人肩膀 替我做一件事 还我这个大人情 叶凡 徐千千怒道 我就知道 你是这样无耻的人 叶凡一笑 你可以不还这个人情 但我也可以把你丢给沈半成 以你被灭口的价值 我估计能让沈半成把我房子退了 他一掐手指 三百套房子 三十亿 划算 徐千千一下子气馁了 几乎同一个时刻 沈半成走入第一庄后院的另一个角落 他再度看到了改头换面的熊天俊 人 死了没有 没有 熊天俊正低头喝着水 语气淡漠 孽缘啊 沈半成声音一沉 什么意思 最后一枪 偷窃者被人救了 熊天俊叹息一声 就是我们的死对头叶凡 沈半成眼皮一跳 神情一变 叶凡 那我们的秘密 岂不是都暴露了 应该没有 熊天俊没有半点波澜 那女人停顿不过一两秒 就被我赶至踪迹 出手击退 她估计听到几句话 但不会窥探到什么机密 就是告知 叶凡也联想不起来 唯一对他们有价值的 就是叶凡可能会知道 我跟你有交情 不过这无所谓了 你我都是她的敌人 联手也就很正常 还有 你千万不要再派人暗杀 怕叮咛 不然不但会掉落对方陷阱 还会让叶凡认定 其祸可居 审办成眼里跳跃着杀鸡 这叶凡 还真是我们的障碍石 当初我就想要尽快解决掉她 无奈A先生一直不同意 导致计划拖拖拉拉 不然叶凡早就死了 熊天骏抬起头盯着窗外 这次 像 国之行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叶凡 活着离去了 不然她以后一定会成为 我们各种计划的破坏者 当年复仇者联盟54名成员 经过岁月的摧残和各方绞杀 就剩下十几个人 她有着一股落寞 每一个人都极其珍贵 都是宝贝疙瘩 我们不能再随意失去了 放心 她一定会死 我已经收到风声 叶凡为了牵引影视成 跟大王子叫板了 事情的发展 如我们所预料 审办成也站前一步 这一局如果走得好 咱们不用亲自动手 就能斩了叶凡 四两拨千斤 要的就是步步为营 熊天骏缓缓转身 眼里有着深邃的光芒 希望神小雕龙 多一行也能顺利利 第1473章 看看她资格 徐千千被救的第二天早上 郑国府邸 当阮京院走入扩大奢华的宫殿时 郑看到像郑国 站在搏斗场上跟人过招 她像一头蛮牛一样横冲直撞 把围攻她的几十名保镖 全部撂翻 古铜色的肌肤 硬邦邦的肌肉 配合她麻花一样的辫子 给人斯巴达勇士的节奏 看到阮京院出现 向郑国脸上露出笑容 拿过毛巾擦擦自己的汗 随后 她就像毕恭毕敬的阮京院走过去 这么早过来 是有好消息 还是有坏消息 说话之间 她还习惯性对住半空招招手 她饲养了一头凶猛的海东青 不仅陪伴她打猎玩耍 还会激发和保持她旺盛斗志 每次看到海东青在天上翱翔 她就止不住热血沸腾 恨不得自己也长上翅膀 搏杀长空 事实上 她也是向国排名前十的飞行员 只是今天 她连连挥手 却不见海东青冲下来 这让向郑国微微皱眉 不过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寻思海东青可能飞远了 不算好 也不算坏 此刻 阮京院奄然一笑 陪在向郑国身边缓缓前行 不算好 事业凡比我们想象中蛮横和狠辣 昨天我跟她见面 本来我想要用斗狗来掌握谈判主动权 结果她却杀法果断毕掉比特权 我想好的措辞 准备好的方案 一个都没来得及实施 甚至我连下马威都没展开 就被她全部击溃 她要你今天日落之前还二十亿 与其一天加五亿 超过三天 庙堂不见 江湖见 这意味着她明面无法讨回二十亿 就会用剑不得光的手段施压 我看得出 她绝不是虚张声势 她真会不管不顾对你下手 而且从 她对向沙虎和沈半城下手来看 王室身份对她有点威慑 但不足于让她胆怯 阮京院眸子闪烁一抹光芒 那是发自心底的对叶凡欣赏 那小子很是可恶 但不得不承认 所作所为带给她不小的冲击 哈哈哈哈 庙堂不见 江湖见 向郑国先是不以为然 随后就谋光一射 身上多了鼓霸气 这小子有点意思 连我都敢威胁 这可是老九和十四都不敢做的事情 一个叶家气子 哪来的这种底气 凭她斩杀龙婆盘的递进实力 这世道 武者在厉害 能打赢一百人 一千人 还能打赢一万人 她眼里有着一抹光芒 我丢十万大军十万支枪出去 她拿什么来跟我死磕 她也喜好武道 可终究知道 血肉之躯难于扛住钢铁洪流 所以叶凡的叫板让她好奇 阮靖院一笑 叶凡是递进高手 但不代表她就是一个莽夫 嗯 鬼楼一试 有点手段 向郑国轻飘飘一句赞许 随后话锋一转 这是不好的消息 那不坏的消息是什么呢 她还挥手让护卫 去准备自己和阮靖院的早餐 阮靖院绽放一个明媚笑容 挽住向郑国的手臂 往前走 不坏的消息 那就是她对我们都这样牛哄哄 对沈半成这个仇人 只怕死磕到底 打 王子 你现在上位就两个拦路虎 一个是战区大佬支持的老九 一个就是沈半成他们支持的像沙虎 九王子他们看似声势浩大 背景雄厚 但战区各方始终还是有底线 有规矩 而且他们打法和造势也传统 就是联名尚书吹捧九王子 乐善好施救助穷人 以及把几个军功扣九王子头上 在不可能兵变上位的情况之下 各个战区的大佬没有太大优势 阮靖院虽然是女性出身 但不代表没有脑子 很多事情 她看得比谁都清楚 我们真正的敌人 就是审办成这些心心伤人 他们钱多 人脉多 把持了中层阶层话语权 而且无间不伤的本性 让他们一个个狡诈卑鄙 他们为了扶持像沙虎上位 一定会不择手段的 包括但不限于刺杀你 污蔑你 让你背锅 收买你身边人等等 禁卫和底线 对于沈半成来说是不存在的 黑猫白猫 抓住老鼠才是好猫 这样的人会让我们 很头疼很棘手 而我们又拘泥于王室身份 血脉正统 不好先发制人和做取搓手段 毕竟暗杀这些丑闻 对于沈半成无所谓 但对于大王子你却很致命 所以现在 叶凡冒出来 对于我们是利大于弊的 从半岛城邦的鬼楼仪式来看 叶凡跟沈半成是不死不休 敌人的敌人未必是朋友 但绝对可以是盟友 因此我希望向上 你可以把20亿还给叶凡 另外再加5个亿离析 交个朋友 我想 人生地不熟的叶凡 肯定也需要你这样的靠山 有你的暗中扶持 手段本就过人的叶凡 就能更好对付沈半成 重 则第一桩分崩离析 轻则两败俱伤 阮静怨一口气把话说出来 这是他想了一个晚上的想法 他希望能够打动向郑国 免得少了一个盟友 多了一个强大敌人 你说的很有道理 向郑国轻轻点头 不过这不就意味着 牵引基地这个谈判 我向他妥协了 他的脑袋高昂了一辈子 实在不愿意轻易低下 向少 我知道你想什么 这具体牵引基地来看 你确实妥协了 阮静怨寻寻善诱 但拉长到上尉向王来看 这是一笔你占据优势的划算买卖 而且你就算不爽这次低头 不想向叶凡妥协成为污点 那等你上尉后弄死叶凡不迟 你成了 向王 大权在握 无数人为你卖命 倒是杀叶凡就跟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他补充一句 多是知秋 还是拉拢叶凡为好 他希望促成叶凡跟向郑国联盟 这样向郑国上尉的机会就大一点 向郑国上尉了 他也可以跟住水涨船高 财富未必能赚多少 但声望和地位却绝对能提升 他不是王室子职 做不了向郑国的王后 也很快会年老色衰被踢 所以要提前给自己铺点路 这小子的确是一个人才 我不仅听了他不少在神州的事情 也听到他在鬼楼和斗狗场的手段 看得出 是一个厉害人物 向郑国眼里迸射一抹光芒 不过我还是想要亲自会议会他 我要亲眼看到他的能耐 才能确定他有没有资格做朋友 第1474章 铁板海东青 再尔与我诈 争权夺利的王宫成长的向郑国 天生就习惯猜疑和否定一切 他除了相信眼睛看到的东西 几乎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言语 包括阮静怨 阮静怨苦笑一声 没有再多嘴 他跟随向郑国多年 知道他喜欢绝对掌控 也喜欢猜疑 他只相信自己 他知道向郑国心思 他对叶凡有兴趣 却不觉得他有资格让自己低头 而且在他大王子的眼眸里 叶凡始终只是个叶家气子 别人说的再厉害 他就会越质疑 叶凡真牛哄哄 怎会被叶家抛弃 当然 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向郑国心里也有点不服输 容不得年轻一代比他太厉害 阮静怨有一丝自责 不该急功近利 劝说大王子拉拢叶凡 这反而让他生出逆反心理 好了 不说了 早上空运过来扭西兰牛排 铁板烧了 一起吃早餐吧 看到阮静怨沉默 向郑国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吃完了 你替我转告叶凡 二十亿 老子就是不还 他咬我啊 而且派人给我扫了黑象蒙旗下的红坟场子 他展露着獠牙和嚣张 我要看看叶凡怎么反应 阮静怨眼皮一跳 大王子 这会激怒他的 你不是说他厉害 说他可以成为我的盟友吗 我就看看 他怎么向我发难 向郑国很是自信 他如果吓唬不了我分毫 又拿什么跟审办成死客 又有什么资格当我做上宾 别人说 一把刀捅在人身上会流血 向郑国是不会相信的 除非捅他身上看一看 大王子 即使我们不把叶凡当盟友 也不该这个样子刺激他 阮静怨劝告一句 万一他怒了 我就是想看他怎么怒 向郑国大手一挥 就这么定了 吃早餐 他不等阮静怨再说什么 拉着走入金碧辉煌的餐厅 坐在狭长的大理石桌 餐具已经摆放好了 餐巾 热毛巾也一一上来 等待牛排端上来的时候 向郑国又想起一事 七王妃什么时候来向国 阮静怨呼出一口长气 上次在 南国 机场预袭后 他病情有点恶化 范王就让他回范国疗养了 范王当时说 疗养的差不多就会飞来向郭 不过沈半成他们对他一直高度监控 还砸出了一亿花红 要弃王妃的命 我估计没有肃清一些敌对势力 前 范王是不会过早让他来向郭 不然还没等他跟向王联姻 就可能给走投无路的沈半成他们杀了 而且九王子对他也是杀鸡重重 毕竟他如果跟向王结婚 向王一旦有事 你跟七王妃就能理应外合掌控大权了 所以我们要尽快压制九王子和沈半成 七王妃才可能早点过来完婚 他若有所指 这样一看 叶凡对我们就更重要了 做我盟友的机会 我会给叶凡的 就看他自己能否接住 向郑国用热毛巾擦擦双手 态度果断发出一个指令 至于七王妃 你联络范王 最迟下个月要过来 我是要他来向国替我打天下掌控后宫的 不是让他大局已定过来摘桃子的 不然我凭什么分一半利益给范王妄家伙 他很需要帕尔婆娑的神控之术做事 阮经院轻轻点头 明白 好了 不说了 先吃早餐 向郑国又温柔起来 亲自给阮经院寄好餐巾 像是个绅士 等他重新坐回位置时 身穿长裙的四个高挑庸人 就捧着一大一小两个铁板走过来 上面盖着盖子 由之四箭 啪啪作响 黑椒的气息很是浓郁 向郑国食欲大开 他认定牛肉能带给他强壮身子 带来蛮横力量 所以几乎每一餐都要吃牛肉 早上 中午 晚上 宵夜 他都离不开各种做法的牛肉 而且一顿要吃好几斤 因此在铁板放在桌上的时候 他眼里就不受控制绽放光芒 来 静院 试一试刚空运过来的牛肉 也算是奖励你 替我转了牵引基地 向郑国很是热情招呼阮经院 还亲自伸手把盖子一把掀开 香喷喷的 食物 顿时漏了出来 啊 只是食物一出 向郑国脸色一变 阮经院他们更是尖叫一声 无数户卫冲了过来 很快 他们也都脸色一变 视野中 铁板上 没有黑胶牛排 只有一只被割喉的鸟 正是向郑国饲养多年的海东青 五官猙獰 鲜血淋漓 死不瞠目 啊 几名庸人 见状扑通一声跪地 冷汗飙出 瑟瑟发抖 他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但知道已经把大王子他们吓了 阮经院也是口前蛇躁 这可是向郑国最心爱最在乎的宠物 重要性比起七十二妃还要高 打猎 杀人 无数次陪伴 如今被割喉弄成烤鸟 不用多问 他们也能感受到向郑国澎湃的怒火 而这也意味住 对方能够自由出入王宫和厨房 也能从容更换食物 如果对方要杀向郑国 一块下毒牛排吃进去 岂不一命呜呼 王宫的安全感瞬间荡然无存 没多久 厨房的十几个人也被抓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也都软绵绵倒地 一个个脸色苍白 知道难于善终 只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铁板明明烧的是牛排 怎么从厨房端出来就变成这样 而且是谁杀了海东青 向郑国安静等住解释 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 也给不出解释 恩 就在这时 阮经院眼皮一跳 上前几步 把掀起的锅盖反过来 他发现上面刻着两个字 阮经院拿起纸巾擦掉水汽 字眼顿时变得清晰刺眼 还钱 入目三分 淋漓尽致 哈哈 众人惊慌失措 向郑国大笑起来 下一秒 他却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 连字眼都不带丝毫感情 阮经院 去 带上25亿支票告诉叶凡 他有资格做盟友了 落地有声 第1475章给他上一课 叶凡 王八蛋 我干你大爷 临近黄昏 阮经院的车子停在黑象盟商会门口 车门打开 一袭黑衣 雍容华贵的女子就钻了出来 他一把推开黑象盟守卫 静止向梁亭中等待的叶凡逼过去 只是女人再也没有斗狗场时的 优雅和端庄 相反 翘脸带着一股怒意和冷冽 早上海东青的事情是不是你干的 你知不知道 那头海东青是向郑国的生死战友 你知不知道 那会刺激他大怒对你重兵打压 向郑国虽然不在战区 但也是有自己的王室卫队 你把海东青考了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 阮经院走到叶凡面前 连珠带炮质问 叶凡 你太猖獗了 相风阵阵 郊躯猛颤 生气的阮经院不仅没有拾去魅力 相反带了一股怒放玫瑰的风情 夫人 发泄完了没有 发泄完了 就坐下来好好喝杯茶 我自己带的精俊梅 不算贵 口感好 正适合夫人这种湿热身体 叶凡脸上没有半点波澜 只是风轻云淡 邀请阮经院坐下来喝茶 喝什么茶 你还没给我一个交代呢 三天期限也没到 你就用江湖手段对付庙堂人 脑袋铁做的 阮经院继续向叶凡发飙 恨不得出手 把叶凡活活掐死 他费心费力劝告 向郑国稀释宁人 甚至拉拢叶凡 结果叶凡却直接铁考海东青 挑衅向郑国 这表示我有诚意啊 叶凡脸上没有太多情绪起伏 声音平和安抚着阮经院的心 如果不是我有诚意 跟夫人和大王子交朋友 我才懒得让人冒险 去考了那头海东青呢 考了海东青 还出现在向郑国餐桌 不仅能展示我过人手段 也能压制他叫板我的念头 只有让他知道 我比 他想象中棘手十倍 撕破脸皮 他会比审办成的损失还重 叶凡依然轻描淡写泡着茶水 这样一 来 他才会散去跟我碰一碰的打算 阮经院眼皮一跳 你怎么知道他要跟你碰一碰 向郑国金屋藏娇七十二飞 说明他精力过度火焰旺盛 是吃牛肉 善勇豪武 也说明他是个脾气火爆 不容易轻易低头的人 再加上他位高权重 未来 向王候选人之一 几十年的顺风顺水 早让他目中无人 这样的大王子 是我在斗狗场压制你一劫 毒杀几十条恶狗 就能吓唬住的人吗 叶凡意味深长看住阮经院 能 吓唬住他吗 阮经院目以一致 确实如此 斗狗场能唬住他 却不能威慑向郑国 如果不让他亲眼看到我厉害 他是绝对不会相信我能耐的 叶凡语气带着一丝王位 包括你的报告 在他眼里也会觉得有水分 他会认为你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 把我的能力有意无意夸大了 这意味著他会亲自对付我 看看我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 大王子一旦动手 必然是雷霆一击 这肯定会给人生地不熟的我 造成重大损失 我一损失 脑子一热 可能也对他不择手段报复 这种硬碰 轻则钱财损失几十亿 重则死伤无数人命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我就提前考了海东清 给他感受危险 消除他对我的好战之心 从你刚才反应也能判断 向郑国确实有 对我动手的迹象 所以对于立主握手言和的夫人来说 早上风波不该怪责我 相反应该赞许我 叶凡泡好了茶水 给阮静怨倒了一杯 你 阮静怨心里憋着一口气 只是叶凡一番后诱赌的他 无话可说 因为叶凡分析推测全部正确 如不是海东清这一出 向郑国都要他转告不还钱的决定 甚至要横扫黑象猛场 他散去了怒意 在叶凡对面坐了下来 只是语气依然带着埋怨 你磨算得很长远很到位 但考书海东清还是非常危险 那可是陪伴他多年的宠物 具有很深厚的感情 他这样被你考了 大王子脑子一热 很可能就对你残酷报复 你这一招就是刀尖 上跳舞 想到早上一幕 阮经院心有余悸 是战士和全在向郑国一念之间 你是聪明人 大王子也是聪明人 不然也不会有现在地位了 叶凡温润一笑 我推算过的 他八成几率会妥协的 一旦跟我死磕 还是这样强大敌人 就等于给九王子和沈半成 做收渔翁之力了 这么说 耗损一成实力能弄死我 他肯定不择手段开战 但要耗损三成以上的实力 才能弄死我 他肯定不会开战 毕竟我是跟王位无关的人 他把过多实力浪费在我身上 得不偿失 再说了 以后当了相王 再收拾我不迟 事实 我也应该没猜错 不然夫人也不会大驾光临了 叶凡给予一点面子 说吧 大王子有什么指示 听到叶凡这几句话 阮经院的神情又缓和了不少 眸子也多了一份欣赏 这王八蛋看住确实可恶 但却不得不承认 把向郑国的性格和环境 剖析得淋漓尽致 阮经院只好庆幸 自己是跟叶凡握手言和 而不是死客到底 否则他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现在相信 你是个出色的医生吗 阮经院端起茶水喝入了一口 随后甩出了三张支票 这里有25亿 20亿是牵引基地的尾款 这笔交易 算是画上一个句号 以后不要再催债了 5亿是大王子很欣赏你 希望跟你交个朋友 他手指轻轻点住桌子 希望叶少能够赏脸 他还顺势撇了眼支票 眸子深处掠过一抹赤热 但很快又消散无影 五个亿 诚意够足 叶凡大笑一声 行 这朋友我交了 阮经院开门见山 你现在重创了 审办成资金 又跟大王子交好 下一步准备怎么干 你恨第一桩 向郑国也头疼第一桩呢 他叹息一声 比起九王子 审办成更加狡猾和卑鄙 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叶凡捏起支票 递给白如歌 随后望向阮经院一笑 审办成怎么重创牵引的 我就怎么重创回第一桩 他拿出一个平板电脑 放在桌上 手指滑来了几下 很快 电脑萤幕录出 审视集团和万商联盟 几个重要地点 明天 我也要给审办成他们上一课 我要告诉他们 好人也会变坏的 第1476章铁打的金屋 第二天早上 审视大厦 这是一座集办公 商业运一体的 超高层综合建筑组群 它是第一桩 十多年前 砸下重金建立的 算是向国标志性建筑之一 也是向国最高的建筑 不止 审视集团 在这里占据三层办公 万商联盟旗下成员 以及外商银行 也多在这里办公 每天早上到晚上12点 这里都人来人往 特别是夏季 各大公司业务繁忙时 更是灯火通明 整个通宵 这里算得上 向国繁华种地 只是今天早上 这里却多了点变故 呜 在无数白领 穿梭省市大厦门口时 只见道路突然开来了 五辆灰狗大巴 灰狗巴士冲入停车场 和大门口通道 随后一脚刹车停下 堵住各个通道 接着 车门打开 钻出一批批 身穿黑裤白衣的胯包男子 他们从胯包里面 抽出斧头 随后动作力索 哐当哐当 把轮胎毁坏 然而这还不够 他们又逃出十几条铁链 把车子保险杆 或底梁 跟周围十吨绑起来 很快 五辆巴士 就全部趴窝堵住了 省市大厦 前后门的出入车道 不管是大楼 要出去的车子 还是火急火辣 赶扶过来上班的白领 全部被堵住 无法出入 干嘛 干嘛 保全火急火辣冲过来 跨包男子他们 全全部散去 只留下五辆大巴 趴在原地 王八蛋 在省市保全气氛不已 喊叫拖车时 又是几十辆白色商务车 开了过来 车门打开 又是一百多号 黑衣猛男钻了出来 他们不干架 不骂人 也不砸东西 只是穿着一件 退房的衣服 占据省市大厦的 各个出入口 大厅 侧门 后门 电梯 全都站着这些黑衣猛男 一个个凶神恶煞 挡住去路 还用凶悍目光 钉石来往白领 这一份威压顿时下的不少白领躲避 还有人嗅到危险 连忙请假回家 很多大楼的客户 也因为这些人的杀气腾腾 而取消拜访 甚至合作 省市保安愤怒不已 挥舞焦棍要带人 但刚刚触碰对方 就一个个口吐白沫和鲜血 这不仅吓得省市保全措手无策 还让他们不得不叫救护车过来 而来往人员看到这一幕 更是惊吓得远离省市大厦 整个上午 省市大楼里面的200多家公司 无法正常运作 省市高层报警 警方却以对方没动手 没伤人为由拒绝出警 而且警方强调 这是普通的退房经济纠纷行为 希望省市大楼跟对方坐下来协商解决 事情还引得无数外籍记者 过来采访播报 在长枪短炮的媒体高度曝光下 省市大楼更加不敢有过激行为 他们只能宣告提前下班 回家办公 损失相当惊人 叶凡 你还真是个王八蛋啊 黑象蒙大本营 第七层院子 阮经院一边高兴收取前方的情报 一边对叶凡头去比一眼神 这样取错的手段你都想得出来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心里很清楚 省市大厦这样一闹 三五天都不要想着正常运作了 这直接损失还算小事 最致命的是人心惶恐 除了第一桩在省市大厦办公室之外 还有很多盟友和外商 也在那里租借了办公大楼 如果省市大厦不能给他们安全感 只怕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就算暂时跑不了 也会期限一道走人 而省市大楼每个月的资金和现金流 对第一桩又是非常重要的 叶凡这一招确实够狠毒 这算什么取错 你看看我的牵引公司 向国第一大影片集团 估值几百亿美金 结果被审办成直接血洗 连我一堆高阶主管和骨干都 入狱 如不是审办成搞事 牵引现在都横扫整个亚洲了 比起审办成干 的事情 我这纯属是小打小闹 叶凡不以为然地喝入一口茶水回应 眼里对千银海外公司的回损 很是痛心 正要向国际腾飞的前一刻 被审办成一刀砍掉翅膀 叶凡心里不爽 这倒也是 阮金院是保莱坞董事长 自然知道千银集团的价值 如没审办成这一出 千银很快就能走向世界舞台 不过他动手也正常 除了你跟福邦他们的恩怨之外 千银会冲击华尔街大恶掌控的视讯媒体 西方人不会让你一个东方人 具有太多世界话语权的 这也是他一个心结 没事 等我收拾了审办成 我再收拾那些大恶 叶凡眼里闪烁一抹光芒 我能从世界一蒙打压中站起来 一样能让千银冲出去 很欣赏你的骨气 阮金院对叶凡又高看了一眼 随后话锋一转 你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就这样封锁审视大厦 虽然大王子跟官方打过招呼 不会有人抓捕那些黑象盟成员 但审视大厦公告放假三天 你那些派出去搞事的人 继续赌门没什么威力了 阮金院笑了笑 想看叶凡还有没有杀招 第一庄家大叶大 万商联盟家大叶大 审视大厦瘫痪了 不是还有什么审视会所 万商酒楼那些嘛 叶凡脸上依然保持着风轻云淡 捏着茶杯望向毕恭毕敬的黑头驼和黑玫瑰 黑玫瑰把准备好的一千名兄弟分成十人一组散出去 让他们去审视会所 第一庄酒馆 万商西餐厅什么的吃饭 毕竟快到十二点了 他们也要填肚子 他大手一挥 去全部去吃饭 去喝酒 一人霸占一张台 一盘花生米 一个盒饭 一瓶啤酒 给我从开饭做到打样 还是秉承我们的非暴力运动原则 不骂人 不打架 不伤人 第一庄他们敢赶人 你们就掏出苍蝇跟他们理论 第一庄他们敢动手 就全部给我躺下 然后吐出嘴里备好的血块 那不死他们 当然 也发给外籍记者红包 让他们好好跟进一下 自由的天空下 是绝不能有黑暗发生的 叶凡前翠俐落 给黑玫瑰 他们安排了下一个任务 大爷 还不能有黑暗发生 你最黑 黑玫瑰嘴角牵动 翻着白眼 从没见过如此无耻之徒 只是他也知道 黑相蒙现在是叶凡说了算 当下点点头回应 明白 随后 他就带着人出去执行任务了 阮经院也是目瞪口呆 良久才悠悠一探 叶凡 看到你这么不要脸 我放心了 我不用等你行动结束了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告诉大王子了 这一战 没什么悬念了 我想 大王子会很高兴这个汇报的 他知道 如果审办成动不了官方力量 这次必会让叶凡玩个生不如死 叶凡一笑 好 阮总慢走 替我向大王子问好 阮经院浅浅一笑 转身出门 只是来到第一层院子 快要走出大门时 见白如歌从角落走了过来 白如歌一把握住阮经院的手 夫人 叶少说 合作愉快 阮经院感觉掌心有东西 低头一看 眼皮狂跳 一张武艺的支票 向郑国跟叶凡交朋友的金额 但支票却不再是向郑国那一张 而是换成了叶凡 他稳住心神 叶少什么意思 叶少说 铁打的金屋流水的飞 白如歌松开阮经院的手笑道 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依靠 阮经院交去一颤 随后叹息一声 我真希望叶少永远是好人 说完之后 他就收敛情绪出门 五一支票随之揣入了口袋 第1477张薪资卡 叶凡给了阮经院支票的当天下午 整个第一桩和万商联盟击飞狗跳 几乎所有重点的场子 无论正规或不正规 都被黑相盟用顾客身份吃得死死 这些人打又打不得 动又动不了 官方也不管 第一桩他们只能憋屈地关门大吉 就算关门 也一堆部门打来电话 告知很多顾客投诉他们 让个负责人去开会 一天下来 损失无法估量 王八蛋 第一桩后院 收到一连串电话的审办成 听到旗下场子 几乎都被叶凡照顾 他深邃的眼睛迸射出怒火 一拍桌子喝出一声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这叶凡 他怎么就这么混蛋 他是赤子神医 是叶家之后 做人应该堂堂正正 光明磊落 怎么能如此卑鄙无耻 这是我们干的事情 他凭什么来做这些 他干出这些事情 不觉得玷污叶堂 玷污国事 玷污第一什么 他这样不要脸 跟我们还有什么区别 沈半成恨不得一把掐死叶凡 他以为叶凡会正儿八经地 用传统商业手法跟他对战 没想到却跟自己一样 玩起下三滥手段 还玩得风生水起 这怎能不让沈半成震怒 鬼楼风波已经重创他的流通资金 现在这一出 更是让他正常经营都受到打击 没有审视大厦这些场所的获利支撑资金回流 第一庄别说撑到月底了 就是熬到下个星期都艰难 如今经营被损害 还惶恐了人心 一堆外商公司投诉 说第一庄失去了威慑 办公室已经没有往日的安全感 他们准备到期搬离 生意客户也想暂时停止合作 担心第一庄交货能力 再结合半岛城邦的鬼楼风波 第一庄现在已经处于风口浪尖 股市更是啪啪啪地往下跌 这叶凡确实成长得可卷起 坐在房间擦拭枪械的熊天骏 嘴角勾起一抹冷练 这也说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叶凡就是我们的拦路虎 他这把双刃剑 已经不是割伤唐平凡他们 而是对我们开膛破度了 他不死 我们很多计划受组织 甚至被他破坏 他对叶凡流露一股杀意 现在怎么办 叶凡搞这一出弄得人心惶惶 股市大跌 官方又被他通过大王子关系打电了 他 大爷的 我本来还想用大王子这把刀弄死叶凡 结果反而成了他的帮手 也不知道叶凡究竟施了什么迷魂药 让向郑国这头牛愿意跟他联手 如果不赶快把叶凡按下去 这王八蛋真能蚂蚁啃大象 把第一庄啃个千疮百孔 审办成眼神一冷 要不要我把向大鹏叫回来 把整个黑象蒙扫了 一个月前 审办成不把叶凡放在眼里 就算邮轮豪赌之后 审办成也不把叶凡当成劲敌 在港城 他或许不够能量对付叶凡 但在向郭 他自信能把叶凡踩得万劫不负 但没想到 这个蚂蚁一样的小子 不但没有被他踩死 反而连销带打 咬他一身包 第一庄这艘大船没有沉 但开始有了孔 不赶紧踩死蚂蚁 只怕将来真会沉船 他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 必须对叶凡雷霆一击 不要大动前哥 熊天骏动作利索 擦拭着枪械 保持着风轻云淡 虽然叶凡这一手 又捅了我们一刀 但情况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我们主要精力 要放在叶凡身上 不要过多浪费 在黑相蒙这些人身上 而且今天事故 只是叶凡明面上的手段 我看了第一庄 这些日子的股市 很明显有人在暗中吃惊 八成是叶凡的人 叶凡不仅要在日常较量中 给咱们添堵 还要在股市中击溃第一庄 让你几十年努力 复支东流 看对方赤入股票的态势 估计月底 就会捅之命一刀了 现在 唯独审视大厦这些动作 不过是刻意吸引咱们注意力 他露出一抹欣赏 到暗度陈仓了 审办成声音一沉 我们必须尽快弄到五百亿 熊天骏抬起头 望向龙都方向 快了 此刻 千里之外的龙都 昔日的唐家别墅 正悄悄潜入了一人 龙都的唐家别墅 随着唐三国被抓 灵丘灵死亡 早已经变得冷清萧条 特别是唐若雪和唐琪琪 回去中海居住后 龙都别墅更是整个月 都见不到人影 除了无审 每个月会来打扫一次 开开门通通风之外 就再也没有人回来 连唐风花都不愿意出现 所以 不速之客没有太多顾忌 他身穿黑衣 趁着黄昏最后的光线 很直接摸入了大厅 黑衣人正是神小雕 他潜入别墅 关掉远端监控后 就掏出手机看了看 随后他确认一番 来到了唐三国的书房里 他输入书房密码 就咔嚓一声打开缸门 然后钻入50平方公尺的书房 书房摆放着很多书籍 古董和字画 不过大部分都是赚品 神小雕看都没看这些 来到一幅地图前面 敲击了几下 然后哗啦一声 撕掉那张城市地图 地图落下 他又趁机了摸了一遍 接着一掌碎开一块墙 他取出一个手机大小的箱子 盒子打开 里面有两张保存极好的图纸 一张写着南陵 一张写着中海 找到了 神小雕微微眯眼 很是欣慰 随后又把城市地图挂了回去 他动作力索出门 反手关门后要下楼梯 却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神小雕再度转身 搜寻一阵 接着就打开 零秋零昔日的卧室走进去 他轻拿轻放探索一番 最后来到衣柜一个角落 打开抽屉 摸出一个防水胶带 胶带打开 一堆唐家的证件 和银行卡落下来 他用手机迅速 全部扫描了一番 就是这张网 最后 神小雕捏住一张百花银行卡 身体一展 悄无声息 离开了唐家 卡的正面赫然是 灵秋零写的 唐若雪公子卡五个字 第1478章 钱哪去了 隔天早上 叶凡晨练完 刚吃早餐 正寻思对沈半成 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的手机突然急命 狂呼起来 一个影片涌入进来 唐若雪 叶凡扫过一眼 微微一愣 没想到他会找自己 灵秋零和五百亿一事后 两人就再也没有联络 叶凡也知道 以唐若雪的固执性格 估计这辈子都很难主动联络自己 所以对他影片生出一丝好奇 啪 叶凡一边吃着油条 一边打开影片 几乎是免持刚刚接通 叶凡耳边就听到了唐若雪的怒吼 叶凡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虚似啊 嘴上一套 暗地里又一套 你答应了赠予我五百亿 你不想给就不要给 为什么要把钱给我了 然后又让百花银行转回去 你这样有意思吗 你这样不羞耻吗 当你转来五百亿时 我还愧疚了一下 现在看来 对你的怜悯完全就是多余的 你就跟以前一样 死要面子活受罪 唐 若雪向叶凡发泄住情绪 劈头盖脸把叶凡骂得一顿猛 这都什么事 大清早就被痛骂 而且为了避免刺激唐若雪 叶凡早就把五百亿转了过去 怎么女人还这样愤怒 随后 她反应了过来丢掉油条出声 唐若雪你不要激动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五百亿被转走了 还是被冻结了 她脸上多了一抹肃穆 你把事情跟我说一说 有什么好说的 唐若雪怒急而笑 这时候还装模作样有什么意思呢 你痛快点承认 你让百花银行转走五百亿 我还会对你小人行径高看一眼 装腔做事只会让我看不起你 我告诉你 没有你五百亿 我也能活得下来 她情绪很是激动 不过这孩子 你永远别想见到了 她一如既往刺激叶凡的神经 似乎能带给自己满足的快感 唐若雪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 听到唐若雪又拿孩子威胁自己 叶凡心里就腾生一股怒火 不过担心刺激对方和胎儿 她又硬生生忍住了怒意 把事情好好说一说 真是我的责任 你再骂再打不迟 万一不是我 你岂不是骂错人 还让事情失去先机 她追问一声 告诉我五百亿怎么了 被人偷走了 你赠予的五百亿 我前几天确实收到了 怒骂一番 唐若雪情绪稍微好一点 只是语气依然嘟嘟逼人 这笔钱 我就是跟你切割和气气你 不用应急 暂时也没想使用 所以我就放在银行卡没动它 可是今天早上醒来 发现手机传来一大堆短信 全都显示五百亿被人转走了 我上去 网银账户一查 五百亿真的消失不见了 五百亿啊 如果转账的人不是跟银行有交情 他坐在电脑上转 一个晚上也转不完 而知道我银行卡有五百亿 跟百花银行有过命交情 还不甘心 给我五百亿的人 除了你叶凡还有谁 难道你想说百花银行系统出问题 还是他们内部人员坚守自盗 叶凡 你怎么就这么无耻 你不给就不给 给了又偷偷转回去 太下作了 现在的他对于叶凡很是敏感 随便一个举动忤逆他 他就想要找理由发飙 如今 五百亿的耍弄 让他彻底变成火药桶 五百亿被转走了 不 准确地说是偷走了 叶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神情变得凌厉起来 身子也无形作指 唐若雪 你听好了 叶凡语气很是认真 第一 五百亿我给你了 我就不会再要回来 这次偷五百亿跟我无关 第二 就算我不要脸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想要拿回五百亿 百花银行也不会配合我 做着做这种事 百花银行这个牌子就不止五百亿 我不在乎 钱圣火和沈烟却不会不权衡 第三 与其浪费时间来骂我 你不如早点报警 我估计是顶级黑客把这钱转出去了 越早报警 就越有追回来的可能 叶凡提醒一句 再迟一点 估计连渣都没了 他眉头还止不住皱了起来 究竟是何方神圣 转走唐若雪五百亿呢 他没干这事 百花银行也不会 那就剩下骇客天才了 唯有这些人能在一定条件下转走别人账户的钱 这时候 叶凡心里略过金片天才唐三国火雄天骏 呵呵 装吧 你就装吧 唐若雪声音带着一抹戏谑 冷眼看着若有所思的叶凡 骇客 骇客真这么厉害 干嘛盯着我的五百亿转走呢 他随便去百花银行地毫银行转钱不就行了 那里几千亿几万亿要转多少都有比我五百亿多了 针对银行比针对我强多了 毫无疑问 银行里面的钱不是骇客想要破解转钱就转钱的 一定需要一些相关的讯息 就算我倒霉 骇客看上我 针对我 那你说 他怎么获取我基本讯息和资料的 你应该知道 我妈当初为了掌控我经济 以及避免我偷给你钱 一共就 只让我持有百花银行主卡和副卡两张卡 无限额的主卡和安全盾那些一直攒在我妈手里 限额的副卡和网银则一直我拿着 除了我爸妈 你我知道我银行卡讯息外 连唐风花唐七七都不知道 还骇客 你钱最说我妈偷偷跑出来 趁着我睡觉用主卡把钱全部转 走好了 就算我妈出来 毫无电脑科技的她一个晚上也赚不走五百亿 叶凡 你痛痛快快认了吧 唐若雪很是果断 只要你认了 我死心了 这五百亿 我不要了 她要给自己一个哀莫大于心思的理由 唐若雪 能不能相信我一次 叶凡也无形拔高分贝 我都说这件事跟我无关 你不认是不是 唐若雪冷笑一声 好 我给过你机会了 我待会就报警 我还会联系国际警探 悬赏金额百分之十 让他们介入 他认定叶凡做的手脚 我会向他们控告 你和百花银行唱双簧 你爱怎样就怎样吧 叶凡没有在纠缠 直接按掉了电话 靠在椅子上 伸出一丝烦闷 这种烦闷 不只是好不容易凑成的五百亿 不翼而非外 还有就是唐若雪 对自己的偏执和刻意刺痛 两酒 叶凡一口气喝完豆浆 望向白如歌出声 替我联络钱圣火 第1479章可以收网了 简单一点说 这笔钱从唐若雪账户出去 进入了五百个境外账户 然后再从五百个账户 裂变成五千个贸易账户 再进入全世界各地 早就形成产业链私人账号 具体一点 钱从中海出去 金港城到杨国 再从杨国到杜拜和简步寨 金澳城 新国 越国 黑非赌场账户 再去瑞国 英国 澳洲交易所 再经开办群岛回百国等地 我光说都要三 分钟 这些钱在地球上走一圈 却十秒都不用十秒 啊 这些钱就面目全非了 虽然五百亿可能只剩下四百八十亿 但它却前进得让你看不出来 电脑影片中 一身吸附的钱圣火依然气度不凡 只是干练的脸上带着苦笑 我已经动用 所有关系让国际警探帮忙调查 但要追回来几率非常非常的小 他很是坦诚 叶凡也一阵头疼 没想到钱洗得这么快 五百亿进出 百花银行就没察觉 我们确实有漏洞 钱圣火知道叶凡不是怪责自己 所以也把自己掌握的讯息告知 可我还是想说三点 第一 对方是顶尖骇客 不仅对系统漏洞料如指掌 还非常熟悉银行运作方式 我刚才已经组织网络 安全专家探讨过 这个人的技术能够在世界任何一间银行做大牛 第二 这笔钱真正意义上不算完全被偷走 而是对方掌控一定银行讯息 行使主人指令后在技术转移 他手里至少 有银行卡号码 卡片背后的七位安全码 特殊的晶片和安全盾塔 完全就是拿着钥匙和门禁卡的小偷 有了这些基础的身份识别东西 他进去逛逛 搬点东西 除了原主人之外 外人哪能多说什么 第三 我不想恶意揣测唐小姐 但五百亿的进出肯定跟他手里东西有关 当初你跟唐小姐还没离婚时 看在你的份上 我不仅让他账户信用额度拔高到十亿 不用再为天堂公司几千万贷款烦恼外 我还把他账户归于 全球至尊贵宾 隐秘性 安全性 信用度都算顶尖 如非他手里的东西出问题 昨晚的黑客再厉害 也不可能轻易侵入账户转走 真那么容易的话 渡天虎 含月他们账上的钱早被洗劫前进了 你可以问一问 银行卡 晶片 安全盾那些再不在他手里 他提醒叶凡一句 叶凡靠在椅子上深思 他不愿意相信唐若雪贼喊捉贼 因为他看不出唐若雪这样做的意义 难道就为了痛宽骂自己一顿 或是再讨要五百亿给自己添赌 但钱圣火的信誓旦旦 又让他感觉事情跟唐若雪有关 再联想到唐若雪对林秋林耿耿于怀 叶凡头痛 他沉思片刻后 暂时不再考虑唐若雪这一边 追问一声 能不能查到资金最后流入哪里 叶凡想要看看最终受益人是谁 这样就能跳过弯弯绕绕 揪出始作俑者 老弟 不好意思 这个我真的查不出来 牵扯到境外 还是成千上万的账户 钱圣火脸上带着一股歉意 不过你可以问地豪银行 他们熟悉这套地下运作的东西 而且我能保证 昨晚的一部分钱 肯定经过了地豪银行的账户 他 轻声一句 你可以让唐平凡帮这个忙 叶凡想起了端木峰和端木云兄弟 钱圣火又补充一句 这次事件 百花银行也有责任 我可以私人赔偿唐小姐五百亿 这 一年来 有你的牵线搭桥 我混得风生水起 我不仅在云顶汇入鱼得水 还跟五大家 三大吉时 港城豪门和南国商会往来密切 最近百花金服在港城上市 市值破了五千亿 我身家也算翻了好几番 而且我和你姐 在百花药业留下的一点股份 也因为修化药膏的火爆翻了上百倍 当然 我们跟唐门这些大恶没得比 但对于我来说 已是人生巅峰 毕竟已经压过马家城了 钱圣火对叶凡掏心掏肺 五百亿 我卖点股份赔偿得起的 比起无数人八辈子都赚不到的五百亿来说 钱圣火更珍惜自己跟叶凡的情谊 谢谢老哥好意了 这件事怎能让你背锅 叶凡一笑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担心这件事我会埋怨你 影响你我关系 你想太多了 咱们是好兄弟 有钱一起赚 有时一起解决 没必要抢过去扛 这件事你按照程序处理 另外派人安抚一下唐若雪 五百亿 我来追回吧 挂掉钱圣火的电话后 叶凡又打给了宋红颜 影片很快接通 呈现女人精致的脸颊和娇媚的笑容 女人已经回到了龙都 背后是华一门办公室的落地玻璃 龙都的天空很是蔚蓝 这么早就给我电话 是因为唐若雪五百亿的事情 宋红颜对住叶凡一笑 她以为是你拿回去了 这些琐事就不提了 替我联系一下端木云 她还欠我一个大人情 叶凡苦笑一声 我要看看她有没有线索 我想知道这钱最终会入哪里 宋红颜毫不犹豫回应 我已提前替你问过了 这钱有一部分流入了相国 其中还涉及到第一桩十几个地下账户 我可以判定 这五百亿就是沈半成让人弄走的 你不是说徐千千发现沈半成 跟熊天骏关系密切吗 她不是还听到什么复仇者联盟 什么五百亿吗 很大几率就是他们联手 劫走了五百亿 她低声一句 别忘了 熊天骏可是华尔街天才 母版晶片都能破解 叶凡微微抬头 有道理 而且沈半成现在正需要资金支持 她多少有些相信 沈半成搞鬼了 这五百亿的事情 就交给钱圣伙和端木云追查吧 宋红颜声音轻柔 你当务之急是继续对沈半成他们下手 千万不要给他们喘息机会 偷走五百亿 不仅是用来缓解第一桩的困境 也是给你下半让你分心的 你绝对 不能分散注意力 而且把他们打垮了 才能报了牵引的仇 也才能赚回五百亿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你跟唐若雪分开了 我不希望你跟她再有过多往来 女人对叶凡很是坦诚 不是 我吃醋 而是不想你再受到她的伤害 叶凡心里一揉 好 五百亿的事交给钱大哥他们 我集中精力继续干翻审半成 挂掉电话后 送 红颜把手机丢在桌上 端起一杯咖啡慢慢喝住 蔡灵芝坐在她对面 手指在平板电脑上点击 端木云不是说地豪银行账户太复杂 估计要下午才能追查到资金最后归途吗 你怎么 现在就告诉叶绍 是沈半成和雄天骏做的 他带着一抹迷惑 不管这五百亿是谁干的 现在都必须是沈半成他们背锅 宋红颜毛子带着一股清冷 我不能让叶凡分心 向国凶险 叶凡又在斗争白热化 宋红颜只能让沈半成承受全部矛盾 蔡灵芝浅浅一笑 沈半成还真是命不好 她还站了起来 把平板电脑给宋红颜看了看 命不好的可不只是她 宋红颜看住平板电脑 眯起眼睛一声令下 对沈小雕全面收网 第1480章轻衣出手 宋红颜下令收网的中午 龙都六环外一处苍蝇餐厅 环境杂乱 门市狭小 但菜市不便宜 所以没有几个人光顾 只是餐厅也无所谓 还一副落个清静的态势 沈小雕和江炭花 坐在其中一张小圆桌 一边吃饭 一边探讨着事情 几个伪装成服务生收银员的同伴 则磕住瓜子 同时描向没有几个人行走的道路 500亿的事情解决了 沈小雕把五分熟的牛肉 切成一块一块往嘴里送 估计第一桩能撑一段时间 叶凡还真是的棘手王八蛋 在相国地盘不但没有被踩下 还混得风生水起 反倒是第一桩焦头烂额 他嘟囔一句 可惜我现在无法回去 不然一定要跟叶凡好好打擂台 你在邮轮赌场神控出千 已经上了各大赌场的黑名单 将炭花语气淡漠 叶凡也能平级这一个理由 砍你双手 你回去相国险身 等于送靶子给叶凡打 你还是继续安心待在神州 跟我一起助手A先生一事 有唐若雪让叶凡跟叶唐求情 他很快就要送回神州境内了 他头脑很是清晰 第一桩的事 就让你依附他们解决吧 尽管人在龙都 但相国的情报 还是每天能收到的 也就知道叶凡把第一桩 搞得鸡飞狗跳 原本不怎么放在眼里的赤子神医 已经成了让他们高度重视的敌人 这也让将炭花 不想沈小雕回去冒险 行 吃完饭 睡一觉 晚上就南下 沈小雕又往嘴里送了一口牛肉 随后目光落寞望了一眼窗外 远处的古城墙和太阳 让他心里莫名有了伤感 他想起了那个一袭旗袍 站在城楼对自己回眸一笑的女人 可惜好不容易冒险来一趟龙都 他却无法见心爱女人一面 如不是任务在身 沈小雕估计会使用神控之术 不惜代价潜入牢里看他一眼 有些事情 有些人 还是放在心里合适 将炭花轻声一句 在神舟 谁没几个在意的人 在意的东西呢 他眸子也多了一丝惆怅 似乎想起了刻板一根筋的子子 放心 我有分寸 沈小雕收敛情绪 随后画风一转 你伤势怎么样了 要感谢叶凡的红颜白药 将炭花嘴角勾起一抹戏血 虽然伤势没好利索 但没什么大碍 伸手也恢复到七成 倒是你 用精血做向日葵 耗损自己大批精气神 他问出一句 现在的你 伸手估计连巅峰时期 一半都不到吧 没事 很快就是月圆之夜了 那时我就能再恢复两成精力 沈小雕眼里有着光芒 然后南下疗养两个月 就能全部恢复 恰好跟着上A先生的第五部计划 五大家不灭 三大基石不崩 我们战斗不止 四分五裂 才能出我们这些人多年的恶气 江炭花正要说话 却突然身躯一颤 目光望向了餐厅玻璃外 悟悟 视野中 两辆商务车开了过来 横在了苍蝇餐厅面前 车门打开 钻出一女三男 全都戴着口罩 手里提着一把军刺 走在前面的是一席轻衣的年轻女子 原轻衣 她们一言不发就向苍蝇餐厅靠近 那份气势让人嗅到死亡气息 餐厅胖胖的老板眼皮一跳 从收银台后面拔出一把刀 她带着七八名同伴横挡过去 同时还对沈小雕和江炭花吼道 你们 快走 快走 她立刻一声 快从后门离开 沈小雕和江炭花脸色巨变 似乎没想到被盯上了 他们一把掀起桌子 拿起东西就退后 羞羞 几乎同一时刻 三名服务生握住武器 冲向了原轻衣他们 随着痴痴几记军刺声响 三名服务生闷横倒地 喉咙或胸膛多了一个血洞 原轻衣从容不迫 从尸体踏过 眼睛冷冷盯向餐厅里面 又有两名身穿厨师服饰的男子 握着两把尖刀就冲上去 他们对着原轻衣怒吼住 批出一刀 咻一刀刚批出 眼前忽然一花 他们要挥刀砍杀的原轻衣 已经不见了 就在这一刹那 他们的胸口被原轻衣拍碎 全身的力量突然消失无踪 手里尖刀刚掉了下来 连一点挣扎反抗的余力都没有 他们生机熄灭 王八蛋 胖胖老板看到同伴横死这么多 怒不可斥就挥刀斩杀过去 动作不可谓不快 力道也不可谓不大 只是原轻衣更加惊人 他身子一弹 拔高 脚尖点在刀身上 军刀一声巨响弹回去 砰 军刀狠狠砸中胖老板的胸膛 胖老板喷出一口鲜血 当场跌入餐厅 砸在去而复还的神小雕 和江炭花身边 胖老板想要怒吼 他们怎么又跑回来 但很快又听到餐厅后面 传来的汽车轰鸣 毫无疑问 后面也有围堵的人 杀 剩余几名同伴 抱歇斯底里呼喊 义无反顾 向原轻衣冲锋 他们的汉匠 深深刺痛 沈小雕 和江炭花的心 只是随着几道冷漠 无情的刀光 剩下三人 也全倒在血泊中 餐厅地板愈发的红 红的刺眼 弥漫血腥味 让开 我来 沈小雕看到这个样子 吼叫一声 推开胖老板 他身体一挺 目光突然深邃 宛如水晶一样射人 一股强大的精神意念 向原轻衣笼罩了过去 三名原氏高手 动作微微一致 攻击随之停下 沈小雕没有停歇 咬破嘴唇 让神控之术暴涨一截 想要掌控原轻衣的神经 弱了一点 原轻衣虽然也身躯一颤 但很快稳住了心神 下一秒 他眼模糊一闪 好像两朵莲花一样燃烧 嗯 只听一声闷哼 沈小雕身躯一晃 手脚晃动 向后退却 满头大汗 全身湿透 他惊讶望着原轻衣 没想到原轻衣破解了他的控制 还用古术击伤了他的心 将炭花一把扶住沈小雕喝道 你怎么样 这女人很强 现在的我不是对手 沈小雕没有死撑 我受伤了 呼 快走 去厨房 胖老板把将炭花和沈小雕往厨房一推 走下水道 最后一条路 接着 他就端起炉子上的大铁锅 怒吼一声 向压过来的原轻衣 泼去 热汤滚滚 惊得原轻衣几个下意识后退几步 饶是如此 落地当当的大铁锅 依然把一些热汤 溅到四人身上 原轻衣晃动一下手臂 缓解那一抹灼痛 随后杀鸡大胜 秀 下一秒 原轻衣身影一闪 直接把胖老板一刀射翻 快走 看到原轻衣无可匹敌 将炭花一脚把沈小雕踹入厨房 随后 他从厨房爆出一个小型瓦斯瓶 然后一把扭开阀门点燃出气口 火光四射 滋滋滋燃烧桌椅 浓烟随之翻滚 这一招硬生生把原轻衣他们逼出餐厅 将炭花趁机又冲出大门 还反手关闭餐厅的玻璃门 他把左手卡入大门两边的把授 右手则挥吾瓦斯瓶对抗原轻衣 同时 他再次对沈小雕喊叫 快走啊 再不走 全死在这里 沈小雕眼皮一跳 拳头一握 牙齿一咬 吼叫一声 就钻入厨房下水到消失 咔嚓 同时 将炭花硬生生折断自己 卡住玻璃门的左手 食指连心 断指的剧痛刺激神经 可以使将炭花变得更疯狂 抵抗起来也更久 事实也如此 手指的折断 让将炭花手中的瓦斯瓶 挥舞得呼呼作响 来吧 来啊 一起死啊 将炭花看住 袁清一他们喊叫 我们只能被毁灭 绝不会被打败 你是一个人物 袁清一露出一抹欣赏 随后一刀刺了出去 当 一声脆响 他压住了将炭花的瓦斯瓶 下一秒 三把军刺毫不留情 刺入将炭花的身躯 扑扑 将炭花身躯一致 鲜血四剑 可是依然屹立不倒 第1481章彻底放心 在袁清一踹飞 将炭花清理瓦斯瓶时 对面一处天台 正趴着一个灰衣青年 他叼着一只雪茄 手里拿着一把 大口径狙击枪 枪口在混战的人群中 缓缓移动 风向 距离 湿度 所有的数值误差 都被精确地计算到了射程 随后他瞄向袁清一 叶凡 奶奶的球 老子暂时弄不了你 先弄死你一个女人 他手指紧贴着扳机 喃喃自语 让你也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 十字准心缓缓移动着 最后定位在 袁清一那明洁的双眼之间 就在灰衣男子调整呼吸 要扣下板击时 他忽然感觉到背后 生出一阵危险 几乎没有半点思虑 他猛地翻身 双手瞬间架起狙击枪 当 一声脆响 一把匕首狠狠斩在了枪身 灰衣青年感觉到双手发麻 夺命的力忙让他心计 他想不到有人摸到身边 宁目望去正见一个女人 压着匕首向下 怪不得双少最近事情多 原来有你熊子推波助澜 蔡灵芝冷冷看住自家弟弟 这背后离不开汪桥楚吧 滚 熊子怒吼一声 一台枪械蟹把蔡灵芝震开 随后 他翻身而起 丢掉枪械 拔出一把军刀 蔡灵芝 你这个贱人 熊子呸了一口 好好的汪少大腿不抱 去给叶家妻子做狗 你还真是脑子进水 抱 汪桥楚大腿 蔡灵芝冷笑一声 他配吗 当初如不是叶凡出手救我 我早被汪桥楚逼死了 我不想跟汪桥楚为敌 我就只想蔡家中立 吃口安乐饭 可他却偏偏把我 往万丈深渊逼迫 更是让你这个蔡家废物 不断打压我 我后面没有报复汪家 已经够有情有义了 就是你熊子 如不是我全力周旋 你以为叶门主大寿 大赦天下时 轮得到你这个废物出来 叶飞扬他们可以出来 因为他们姓叶 还有老太君他们庇护 而你 凭什么 连汪桥楚和原话都好好关注 你凭什么就能出来 我告诉你 你能保释疗养 不是汪家恩惠 也不是横殿怜悯 是我找叶绍求了个人情 你虽然不是我亲弟弟 但也是蔡家的血脉 我不想看到你断手断脚坐在牢里 叶绍看在我面子 原谅了你这个给他添堵的敌人 还 耗费了不少人情 把你从里面弄出来 他和我都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 改过自新 可没想到 你手脚稍微好点 你又冒出来前些不是人的事情 我说神小雕和江炭花踪迹怎么如此难于锁定 原来是你雄子在暗中庇护他们 更让我愤怒的是 你还想趁乱开枪击中原会长 他可是夜少的大将 刚好回京进入元老阁 你竟然对他下死手 你这样恩将仇报 对得起我 对得起叶绍吗 猜 灵志愤怒对熊子心事问罪 同时心底很是后悔 他念叨那点亲情 熊子却献他不意 闭嘴 熊子文言不仅没有愧疚 反而怒急而笑 没有叶凡求情 我迟早也会出来 汪少不会让我关太久的 而且我跟叶凡之仇不共戴天 中海的时候 他打断我双腿 龙都的时候 他又断我手脚 还抢走我的家主位置 让你执掌了蔡家机构 他打了我 羞辱了我 断了我前程 就为了他一个求情 一笔勾销恩怨 熊子反问一声 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进水 那是你犯错在先 叶凡反击在后 你实力不如人 倒在叶凡手里 没什么好愤怒 蔡灵芝不为所动 而且叶凡一而再 再而三给你留了生机 他够对得起你 倒是你 白眼狼 今天你要么束手就付 交代出汪巧楚的所有计划 要么我彻底非掉你 让你一辈子在地下室度过 他一沉手中匕首 脸上多了一股消煞 计划 没什么计划 熊子冷笑一声 非要说有计划 那就是不惜代价 弄死叶凡 愚昧 蔡灵芝一阵匕首 今天 我就大意灭青吧 见人 找死 熊子那双漆黑的毛子 陡然蹦射一股杀意 累积多年的凶横气势 在一瞬间爆发 伴随着一声惊吼 他的双脚猛的一挪 脚边地面碎裂成七 八块 随后 他身体如同一只离弦利剑 羞的一声射向蔡灵芝 速度无比惊人 转眼 熊子就拉近双方距离 接着一刀劈了过去 呼 蔡灵芝保持如水平静 他没有与气势如虹的熊子硬碰 修长身躯向侧一退 他巧妙地闪过了熊子这一刀 一刀落空 熊子眼睛微微一眯 但没有丝毫停滞 左脚毫不留情踹出 军靴多了一枚刀片 蔡灵芝似乎料到他这一招 羽人双脚一挫 从容不迫地再度退后 让熊子这一脚也落空 熊子反手一扫 袖中一剑射出 蔡灵芝又是一退 砰 喷着粗气的熊子再一次猛踩地面 碎片 沙石四处飞扬 他贴着蔡灵芝追杀上去 砰 左脚一顿地 熊子身子腾空跳了起来 他狂风暴雨一般朝着蔡灵芝劈杀了过去 当当 蔡灵芝只觉得一股威压力量打来 其中还蕴含说不出的暗流涌动 但他这次没有躲避 迎着熊子军刀挡了过去 当 军刀和匕首碰撞 熊子一个猎浅 连层往后退了两步 他感觉自己刚才的攻击 被一股强大力量顶了回来 霸道力竞震的他虎口发麻 他老然看住面前的蔡灵芝 没想到这个女人有着功力 蔡灵芝冷冷开口 让了你三招 人之一尽 再来 熊子怒吼一声 又是军刀一摆 如雨水倾泻出去 面对仍旧令人眼花缭乱的刀法 蔡灵芝利用叶凡娇的迎风柳部从龙躲避 随后 他抓住了熊子的破绽 瞬间冲了上去 挡住对方两击劈杀之后 蔡灵芝一击直线顶膝狠狠撞上 这膝结实结实地撞在熊子腹部 一声闷响 熊子捂住肚子连退两步 样子很是难受和痛苦 蔡灵芝没有犹豫立刻栖身而上 随着身体的高高跃起 一记披肘从上向下重重砸去 砰 熊子闪躲不及 只能硬生生成瘦 一声骨头断裂声响起 熊子肩甲一痛 竟然被蔡灵芝一记披肘打跪在地上 他的右侧锁骨疼得好像就要断裂了 没等他反应 蔡灵芝又一脚把他踹飞 熊子撞在墙壁 闷哼一声 肋骨断了三根 彻底失去战斗力 他咳嗽一声 寻思了一下 丢掉手里的军刀 这一局 我认输 不过汪少没什么计划 纯粹是我想要报复叶凡 你抓我回去关押吧 熊子已经受了重伤 知道自己不是蔡灵芝对手 就想要避一避风锐 等自己疗养了身体 他再想办法出来不迟 他也坚信汪巧楚他们 不会让他关太久的 蔡灵芝淡漠出声 把你腿上的枪和手里的袖剑 也给我丢了 熊子微微眯起眼睛 随后丢掉短枪和袖剑 放心 以后我就再也不掺和这些事了 我会安心留在蔡家好好养往 叶凡也可以安心了 他还把手表里面的麻醉针 也摘下来表示诚意 秀 就在这时 蔡灵芝转到背后 赤的一声 反手割断了他的喉咙 跪在地上的熊子身体一颤 脸上带着愤怒和震惊 他怎么都没想到 蔡灵芝赶出手杀自己 他以为最惨的下场 不过是关押几年 雪花落地 触目惊心 对不起 你死了 叶少才彻底安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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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项目惊心